第31章,压着打。什么?看到这一幕,陆陈明与柳千情同时露出骇然之色。陈远的实力,虽然比他们两人要差上一点,但差距也不是太大,即便是他们想要击败陈远,也要费很大的劲,可现在,凌鱼只是一剑,就将陈远给批飞出去,生死未捕。 这等实力,已经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想象,如果真要解释的话,那便只有一个解释,便是除了修为之外,其他无论是功法、武技、战斗经验、对剑道的领悟等等方面,领域,全都玩爆他们三人。 可是,这怎么可能?一个不久前才刚刚踏入,修为境界如今也还不过是先天境界的家伙,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?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。 好,很好,就在这时,一道干涩的声音响了起来,那陈远浑身是血,枯搞得脸上无比猙獰,从远处飞了回来,他怨恨地望着淋雨,杀意几乎要成十字般喷涌而出了,淋雨,你竟然能够将我伤到这个程度。 看来,你身上果真是有大秘密,无论如何,今天你都死定了。 说话间,他从怀中取出一颗青色的丹药,一口吞了下去。 立刻,他便停止了流血,伤势迅速开始愈合起来,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。 身上的伤口竟然便已经结巴了,一身的真元,也是恢复了七七八八。 随后,他手中出现了一块青色的阵盘,望向柳千情与陆陈明,很利道,柳千情,陆陈明,我手中的阵盘,是一个合击阵盘,它可以让我们三人的力量联合起来,发挥出更强的实力。 你们两人和我联手,速速杀了这个淋雨,好。 听到陈远的话,柳千情与陆陈明犹豫了一下,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 虽然说以他们三人的实力,联手对付淋雨便已经是很丢人了,再用上合击阵法,那更是丢脸丢到了姥姥家,可只要能够杀死淋雨,丢一点脸面,又算什么事情。 当下,他们两人身形一闪,立刻变到了陈远身后。 杀!三人对视一眼,毫不犹豫的同时出手了,在那合击阵盘的加持下,他们的力量骤然会成一股,虽然纯度上搏杂了一些,但在量上,却是得到了成倍的提升。 伏虎拳!三人的力量,最终汇聚在了陈远一人的身上,而后,陈远猛的一步踏出,一拳轰了出来。 轰!一股浩瀚的真元,呈现出一头巨虎的形状,仰天咆哮,凶器逼人,爆发出无比凶残的力量与威势,如千军万马一般,朝陵雨发起凶猛的冲锋。 哈哈哈哈!陈远,这回,我看你还怎么挡。我们三人联手,加上合击阵盘的威力,你是必死无疑了。 感受到这巨虎的恐怖威力,陈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一张哭稿的脸上,浮现出志在必得的笑容。 这合击阵盘,果然有点门道。这个时候,陈远也是忍不住皱了皱眉,神色略微变得凝重了一些。 原本,陈远三人虽然联手了,但也是一盘散沙,凭借着撤封部的速度,凌雨完全可以将他们分而兼之,不需要有任何的忌惮。 可现在,这个合击阵盘,却让他们的力量拧成了一股,足以对他造成不小的威胁了。 雨沐,心中转动着念头,凌雨手上却没有停下,手腕迅速翻动间,一道道稀稀利利的剑气与丝,便在他周身凝聚成了一片明蒙的雨沐。 随后,他单手一扬,长剑指向巨虎的方向,刹那间,成千上万道的剑气轰然击射而出,仿若要将那巨虎给射成马蜂窝。 砰!终于,无数剑气与那巨虎交撞在了一起,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那巨虎的虚影被直接撕裂开来,但与此同时,还有更多的剑气被反弹回来,反而冲着凌雨袭去。 掠影!掠影!凌雨神色微变,一边施展着车锋布,一边不停地挥出木剑,将向着自己袭来的剑气粉碎。 哈哈哈哈,凌雨,你的实力当真不错,竟然能够挡住这一击。 不过,这一击你能够挡住,但接下来,你又能够挡住多少击呢? 见到这一幕,陈远三人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,更是加快了攻击的幅度。 一道道凶猛的招式,不断地被三人释放出来,朝着凌雨狂轰烂炸而去,转眼间,凌雨便是险象还生,好几次险些被直接命中。 不过,虽然看似极其危险,但凌雨的眼神却是一片澄澈。 到现在为止,所发生的一切事情,都还在她的掌控范围当中,陈远三人想要击败她,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事情。 而这个时间,她却在迅速地观察着那合计阵盘的破绽。 这合计阵盘看起来强大,但实际上,也只不过是个二品的阵法而已,以凌雨的手段,只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,凌雨便找到了她的破绽。 给我破,她眼中闪过一道寒光,身形一闪而逝,刹那间出现在陈远等人面前,而后,一招略影,毫不犹豫地朝着那青色阵盘某个薄弱环节次序。 咔嚓!一声脆响,青色阵盘,竟是直接碎了开来。 什么?糟糕! 陈远三人脸色同时一变,即便是靠着合计阵盘,他们都无法迅速将凌雨击败,而现在,被他们当作依仗的合计阵盘,居然直接被凌雨给打碎了。 刹那间,他们的眼中浮现出一丝慌乱之色,动作忍不住停滞了一下,而正是这个停滞,却让他们的失败彻底无法逆转了。 雨墨!抓住陈远三人失神的机会,凌雨毫不迟疑地一剑挥出,万千剑气轰然横躺而出,直接撞击在了陈远三人身上,将他们三人全都撞飞了出去。 这一刻,凌雨完全占据了优势,完全是在压着陈远三人打。 嗯!困天锁地大阵! 更是在这个时候,一道冷漠的声音,突然是响了起来,这个地方,竟然有困天锁地大阵。 难道是有人在交手? 听到这个声音,已经落于下风的陈远三人,脸色同时一变,忍不住骇人出声,呼言赞。 他怎么来了? 第32章建议大峡谷 第32章,建议大峡谷轰隆。 话音刚刚落下,一阵惊人的撞击波动,突然传递了开来,显然,正在有人用狂猛的力量,轰击着困天锁地大阵。 感受到这股凶猛的力量波动,陆陈明三人对视一眼,脸上满是苦涩,心中充斥着一种作茧自负的荒唐感觉。 这困天锁地大阵,一旦布下之后,除非是布阵之人主动解散,或是从外部被攻破,否则的话,便能够将方圆数十米的地方全都封锁。 原本,他们布下这困天锁地大阵,是为了对付淋雨,保证万无一失地将淋雨击杀,可没想到,忽言赞的突然出现,反倒是让他们腹背受敌了。 哄!不等他们多想什么,那困天锁地大阵便是一声巨响,整个爆炸开来,而后,一名黑袍黑发青年的身影,便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,正是忽言赞。 走!见到忽言赞的一刹那,陆辰明三人没有丝毫的犹豫,身形一闪,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方向,朝着远处疯狂逃窜而去。 事到如今,击杀淋雨,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,若是不赶紧逃跑的话,恐怕连他们自己的性命,都会交代在这里。 想走,然而,虽然他们逃得很快,但凌雨的反应,却是更快。 他眼中寒光一闪,几乎是在陆辰明三人逃窜的同一时间,便施展出了车锋布,身形如闪电般狂飙而出,一朝雨目,直接朝着距离他最近的陈远轰去。 羞羞羞! 无数道剑气疯狂击射,瞬息之间,便穿透了陈远的身体,只是一刹那的功夫,在内门排名第二十五的陈远,便死得不能再死了。 羽目! 而后,凌雨没有丝毫的迟疑,又是连续两剑劈了出去。 一道剑光划过上百米的距离,直接追至陆辰明面前,剑光一闪,便将陆辰明的一条手臂,给直接劈了下来。 啊!陆辰明惨叫一声,捂着手臂,却不敢有丝毫的停顿,反而是更加快了速度,转眼间。 身形便彻底消失了。 至于柳千情,他的实力比陆辰明两人要强出一些,运气也更好一些,倒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,便逃了出去。 这!直到这个时候,忽言赞才反应了过来,他忍不住瞪大了眼睛,不敢置信地望向凌雨那眼神,仿佛是见了鬼一样。 他看到了什么?柳千情、陆辰明、陈远三人,竟然被凌雨追着疯狂逃窜,不仅如此,陈远还被凌雨直接一剑给杀了,就连陆辰明也丢了一只手臂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他知道凌雨有不小的潜力,不然的话,以他的傲气,也不会刻意地去教好凌雨,可潜力归潜力,实力归实力,这完全是两码字事情。 在他看来,以凌雨如今的实力,进入箭塔世界内,还是勉强了一些,不提得到什么好处,能够勉强保证生存,便已经极为不错了。 可如今,柳千情等三人,竟然被凌雨一个人打敌溃不成军,损失惨重,要知道,就连他自己,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啊。 呼颜兄,我们又见面了。 这时,凌雨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,顿时让呼颜赞吓了一跳,他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 是啊,是啊。 他连连点了点头,而后,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震惊,低声道,凌雨,你刚才跟柳千情他们交手了。 嗯。看着呼颜赞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,凌雨摇头一笑,道,进入剑塔世界之后,我取得了一些突破,这才能够击败柳千情三人。 哦。呼颜赞点了点头,心中却是明白,这个凌雨身上一定是有着什么大秘密,否则的话,绝不可能成长进步得如此惊人。 不过,他也不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,既然凌雨不愿意多说,他也不会去追问,免得破坏了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犹豫了一下,呼颜赞忽然开口道,凌雨,你跟我说老实话,你的建议,究竟是达到了几成的水准? 七成。凌雨回答得十分干脆,这个问题上,他并没有撒谎的必要。 七成。你这家伙,还真是够打击人的,我苦修这么多年,也才七成建议罢了,而你这小子,才先天巅峰的境界,竟然便已经拥有了七成建议。 呼颜赞苦笑一声,随后,脸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,深深地望了一眼凌雨,沉生道,凌雨,既然你也达到了七成建议,又拥有击败柳千情三人的实力,那接下来,我们两人不妨结成同盟,去做一件大事情。 大事情。凌雨微微一愣。没错,呼颜赞面色肃然,沉生道,凌雨,你应该还不知道,在这建塔世界的最后三层,每一层,都蕴含着一个大机缘之地,而第七层世界的机缘之地,便是建议大峡谷。 那建议大峡谷内,时常会飞出建议草来,差一些的,有数十年的年份,好一些的,能够达到上百年的年份,甚至还有五百以上年份的建议草。 据说,曾经有一次,就有一个好运的家伙,就夺到了一颗,五百三十年的建议草,吞服之后,直接拥有了完整的建议,成为了真传弟子。 听到这话,凌雨的眼中不由迸发出一阵金光,在建塔世界的这段时间,他早就知道建议草是多么的珍贵,而那建议大峡谷,竟然时常能飞出建议草来,甚至还会有五百年份以上的极品建议草,若是不知道也就罢了,既然知道了,这个地方当然是非去不可。 凌雨动心了吧?见到凌雨的神色,忽颜赞就知道凌雨也动心了,他淡笑一声,道,不过,那建议大峡谷中,虽然能时常飞出建议草, 但终归还是僧多舟少,包括你我在内,一共有六人,都会前往那大峡谷争夺建议草,因此,我希望你我能够联手同盟,共同争夺建议草,到时候得到的一切建议草,我们都五五平分,你觉得怎么样? 好,凌雨目光一闪,点点头,直接便答应了这个提议。 第三十三章你说我有没有资格?第三十三章,你说我有没有资格? 很好,听到凌雨的回答,忽颜赞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容。能够击败柳千秦三人,凌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盟友,在接下来的建议草争夺中,夺到建议草的几率绝对会大大增加。 虽然说到时候还要平分给凌雨一半,但她相信,就算是这样,她的收获也绝对会超过自己一人单打独斗。 凌雨,既然如此,我们事不宜迟,就立刻赶往建议大峡谷吧。 忽颜赞手掌一番,一枚金色的卷轴,便是出现在她手心,她眼中露出一丝肉疼之色,但很快便一闪即逝,道,这一个金色卷轴,可以让我们直接到达第七层的建议大峡谷。 时间就是金钱,我们既然决定联手了,就应该尽早到达大峡谷,抢占先机。 嗯,凌雨点了点头,并没有矫情什么,这金色卷轴能够直接让他们两人,到达建议世界的第七层,珍贵程度可见一般,但在珍贵,也比不上时间珍贵。 若是靠自己闯到第七层建议世界,光寻找守官者,就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时间,真算起来,这反而才是亏了。 只要到时候多夺取一些建议草,也便算是弥补了忽延赞的这一卷轴。 搜,随着忽延赞将手中的卷轴撕开,一道金色的光芒顿时笼罩了凌雨与忽延赞两人,旋即,两人的身影,直接便在原地消失了。 下一刻,他们的身形,已经出现在一片完全不同的地方。 在他们前方,赫然是一片巨大的大峡谷,那峡谷极长,延伸出千丈开外,如同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地面。 一道无比凌厉的建议,从峡谷底部冲天而起,浩浩荡荡的凌厉气势,即便是身在数十里之外,都让人感到一股无比的压力扑面而来。 好强的建议,感受着那一股凌厉无比,仿若可以开天辟地,撕裂混沌的一件,凌雨的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丝震惊之色。 这一道建议蕴含的威能,已经超脱了真正建议的范畴,这起码是五阶以上的建议。 很多普通的修炼者只知道,建议达到时程之后,便是真正完整的建议,有很多人甚至都将其称为圆满建议,但凌雨却很清楚,那所谓的圆满建议,其实只不过是建议的刚刚开始而已。 圆满建议,又有另外一个名字,便是一阶建议,在这之上,还有二阶建议,三阶建议。 乃至于九阶建议,每一阶建议之间的差距,都是天壤地别。 而能够达到五阶以上的建议,这已经是非常恐怖了,光是那种气息的压迫,就可以直接将轮海境的强者都生生震死。 这还只是处于建议的边缘,若是真正进入那大峡谷的中心,进入五阶建议的核心范围,就算是灵附近的强者,都会被灵力的建议给直接撕裂成粉碎。 这就是建议的强大之处,在所有的舞者流派当中,建议是最为追求极致的攻击力,他们的战力,也往往是所有舞者当中最为强横的。 越阶挑战,这对普通舞者来说,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,可对一名真正的建议来说,却是稀松平常,极其普通的。 铃鱼,被吓到了吧。 见到铃鱼脸上的震惊之色,忽言赞苦笑一声,道,我第一次到达这建议大峡谷的时候,也被吓了一跳,据说,这一道建议,乃是我们玄建山的前辈,在三千年前留下的一道建议,当时,他一箭批出,便将一座千丈巨山,给生生批成了如今的模样,而后,那一道建议缭绕不绝,三千年的岁月,都未曾消散,这等境界,真是让人神往啊。 说着,忽言赞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向往之色,的确是厉害。 铃鱼点了点头,心中却是不置可否。 五阶建议,确实十分的厉害,但跟铃鱼前世比起来,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想要让铃鱼吓住,那也是想得有点多。 据说,这建议大峡谷内,之所以不时会有建议草飞出,便是因为这道建议的缘故。 忽言赞又道,因为这一道建议在峡谷内的植物,常年受到建议的滋润, 渐渐从普通的草木,转化成了建议草,当然,凭我们的实力,无法进入大峡谷内部找寻建议草,只能是等它自己飞出来了。 嗯。 说着说着,忽言赞突然发现了什么,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难看起来。 只见在距离铃鱼与忽言赞不远的地方,四个人影,赫然朝着铃鱼两人走了过来。 这四人,又分成了三个小群体,其中一名黄衣寸头青年为单独一人,一名银发青年为单独一人,另外两人,一个高瘦,一个矮胖,结成了一个小团体。 江流光,李元旭,你们几个,竟然已经到了这里。 忽言赞脸色难看,沉生道,这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,你们竟然都已经用了传送卷轴,直接来了建议大峡谷,你还不是也用了传送卷轴。 听到忽言赞的话,那高瘦青年嘴一扯,撇了忽言赞一眼,淡淡道,以我们的实力,在底下的几层呆着又有什么意义? 倒是你,这次竟然带上了一个先天境的家伙,难道你以为一个,区区先天境的废物,就有资格参与到建议草的争夺中? 嗯,凌羽眉头一扬,望了高瘦青年一眼,淡淡道,我有没有资格,轮得着你说吗? 哦,小子,你还挺有种的吗? 听到凌羽的话,高瘦青年眼中凶光一闪,哈哈一笑,道,既然如此,我倒要看看,你究竟有什么能耐,竟敢出此狂言? 话音落下,他猛的一掌拍出,雄魂的真元瞬间凝为一道真元掌印,四四方方,如一块大印般朝着凌羽镇压下去。 好了,轰出这一掌,那高瘦青年随意地拍了拍手掌,看也不看凌羽一眼,目光直接便望向了忽炎赞,道,这一下,那多余的垃圾便清理掉了,忽炎赞,接下来,开始说正事吧。 是吗?听到高瘦青年这话,忽炎赞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细血之色。 咻!与此同时,一道灵力的剑气,突然迸发而出,只是一刹那的功夫,便直接将高瘦青年轰出的掌印,给从中撕了开来,而后,这道剑气,悍然的激射向高瘦青年。 嗯?高瘦青年的脸色顿时变了。第34章剑意压破,第34章剑意压破什么?感受到凌羽这一剑的灵力气息,高瘦青年脸色忍不住微微一变,下意识地便是连续三掌轰了出来。 轰!轰!轰!三道掌印,携带着雄魂的真元,成泰山压顶之势,几乎是不分先后的与那一道剑意,交双在了一起,暴响一声,同时炸裂开来。 这下子,我有资格争夺剑意草了吗?不远处,凌羽收起木剑,神色平静,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,淡淡开口道。 哼!高瘦青年的脸色,顿时变得极其难看,冷冷地望了凌羽一眼,冷笑道,有点意思。 小子,我承认你确实有些实力,不过,跟忽言赞合作,你可别被他当作了枪使。 吕光辰,这些没用的废话,你就不用说了,我和凌羽的结盟,岂是你区区几句话,就能够挑拨离间的。 忽言赞冷笑一声。 听到这话,无论是高瘦青年,还是那黄衣寸头青年,或者是银发青年,脸色全都是一变,露出无比忌惮的神色。 能够跟高瘦青年抗衡,凌羽的实力显然跟他们是处在一个层次的,而忽言赞的实力,本身便已经很强了,现在,又多出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,这对他们来说,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 凌羽,我给你介绍一下。 忽言赞却没有在乎他们难看的脸色,直接看向凌羽,道,那个黄衣寸头青年,就是内门第七的江流光,实力比我还要强上一线,而迎头发那个,叫做李元旭。 在内门排名第十,刚刚跟你交手的高兽青年,叫吕光臣,内门排名第十一,而跟他站在一起的矮胖青年,叫做张矮虎,在内门排名第十三。 对我们来说,威胁最大的,肯定是江流光,其次便是吕光臣与张矮虎这一小团体,最后才是李元旭,当然,能够进入这里的人,每一个是简单的货,对任何一人,你都不能有丝毫的小觑,否则的话,很容易便吃了大亏。 嗯,铃鱼点点头,对任何对手都保持足够的警惕,这是舞者最为基本的事情,他当然很清楚。 好了,接下来,我们就占据一个,有利点的地形吧。 忽言赞道,我们所在的地方,离大峡谷越近,争夺剑一草的把握也就越大,当然,也不能太近了,否则的话,就会直接被那剑一给撕碎。 当即,两人便收敛心神,朝着剑一大峡谷的方向走去,原先,铃鱼与忽言赞两人,距离大峡谷有六七十里的距离,而随着两人的前行,很快,便距离大峡谷只有五十里的距离。 这一刻,一股强烈的剑一压迫,突然生了出来,猝不及防之下,铃鱼两人的身体,便是摇晃了一下。 当然,这种压迫还并不是很强,对铃鱼两人来说,并不难承受,只是摇晃了一下,两人便适应了这个强度的压迫,继续向前走去。 很快,两人便到达了距离大峡谷四十里的地方,这个时候,那剑一的压迫已经强了许多,他们的身体都是变得沉重起来,已经感到有些许的吃力了。 继续,两人都没有在意这点吃力,继续前进,等到三十里的时候,这股压力再次强烈了一倍,忽颜赞的脸色都已经变得有些苍白起来,脚步更是变得极其沉重。 反观铃鱼,脸色只是微微有些苍白,似乎并没有太过吃力的样子。 这是因为剑一的压迫,其实是针对灵魂而去的,而铃鱼修炼有万古长青诀这门功法,灵魂的强度要超过普通的舞者,面对这种压迫,倒显得不是很吃力。 看到这一幕,不管是身为盟友的忽颜赞,还是作为对手的江流光等人,都忍不住暗暗折舌起来。 在他们看来,虽然灵魂拥有足以跟他们匹敌的战力,可终归只是先天境的舞者,在这个时候,应该十分吃力才对,可到头来,灵魂反倒成为他们当中,看起来最为轻松的一个人。 一时间,灵魂在他们心中,忍不住蒙上了一层极其神秘的面纱。 停下,又向前行进了大概五里的距离,忽颜赞面色苍白,突然开口道,差不多了,灵魂,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吧。 与此同时,江流光等人,也是不约而同的,在距离大峡谷25里的地方停了下来。 实际上,真的要继续前进的话,他们都还可以前进个两三里的距离,但那样子,却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战力发挥,反而是得不偿失。 即便如此,在这25里的地方,他们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,也只有平常的七八成而已。 至于灵魂,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但却比江流光等人要好很多,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,依然能够达到平常的九成。 可表面上,灵魂也做出了一副十分吃力的模样。 建议的压迫,对它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,这完全可以成为,它的一块秘密底牌,在最关键的时候展露出来,这个时候,自然没有必要暴露。 当下,灵魂等六人,便在这大峡谷25里的地方,开始各自修炼起来。 不得不说,在这个地方修炼,虽然时刻要受到建议的压迫,但修炼的效果,却也是极其明显,尤其是对灵魂与建议的修炼,更是平常的好几倍都不止。 短短几天的时间,灵魂的建议,便接近了七成五,而他的灵魂,也在万古长清觉的作用下,增强了一成左右,建议压迫对他的影响,已经削弱到仅仅半成而已。 也就是说,即便是在这里,灵魂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,也能够达到平常的九成五。 呼!就在这时,一阵狂猛的刚风,突然吹了起来,大风在峡谷内盘绕,发出刺耳的呜呜鸣鸣叫声,即便是身处在25里之外的灵魂等人,都不有感受到脸颊微微刺痛。 但这个时候,灵魂等人却没有一个后退,反而全都睁开了眼睛,双目当中,结实爆发出了一阵金光,刚风吹起,便意味着有建议草将要飘出大峡谷。 羞!果不其然,仅仅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,一颗足有半尺长的建议草,骤然从峡谷内飞了出来。 动手! 下一刻,灵魂等六人,毫不犹豫地同时出手了。 第35章百年建议草 第35章百年建议草 轰隆! 灵魂六人,全都拥有着真元巅峰的实力,这一同时出手,可谓是非同小可。 胖派的真元波动轰然爆开,一时间,空气被撕裂,而发出的尖锐呼啸声不绝于耳,几乎要将人的耳膜都给炸裂。 最先出手的,乃是高寿青年吕光辰,而他出手的目标,赫然正是距离那颗建议草最近的李元旭。 哼! 他一掌拍出,一道足有方圆一丈大小的掌印,迅速凝聚而成,涌动着极其雄浑的真元,如天地崩塌一般,朝着李元旭镇压而去。 滚开,李元旭吕喝一声,手中出现一柄银色长剑,一剑挥出,一道银色的灵力剑气,瞬间将这掌印给撕了开来。 但还不等他松一口气,矮胖青年张矮虎的攻击却是到了,魁星踢。 这张矮虎看起来矮矮胖胖的,似乎十分臃肿,但真的战斗起来,却是极其的灵活,双脚如鞭子般不断抽出,速度竟是快到了极点,在原地产生了一道道的幻影。 李元旭脸色一变,张矮虎这一脚,正好是趁着他一剑挥出,用力到老的时候,这个当口,他根本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,当下,只能怒笑一声,身形不得不撤离而去。 张矮虎,踢得好。不过,这剑一草,我就笑纳了。 见到这一幕,江流光忍不住哈哈一笑,他猛的一踏,身上的黄衣便是迅速鼓掌起来,而后,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冲出,一只手,悍然抓下了剑一草。 做梦。但他还刚刚冲出十几米的时候,凌羽,呼颜赞,乃至吕光臣都是同时力喝一声,不约而同地朝着江流光出手了。 在凌羽三人的联手攻击下,江流光的实力虽强,但也无法抗衡,他脸上闪过一道怒意,却也只能冷哼一声,不得不退避了开来。 一时间,凌羽六人形成了四个小团体,展开了无比混乱的混战。 流光剑。 突然,呼颜赞力喝一声,猛的一剑挥出,凌羽的剑气,便是分化成四股,如四道流光一般,同时朝着江流光四人呼啸而出。 这赫然是呼颜赞的绝招,一门黄街高级的剑术,而凭借着凌羽的惊人速度,凌羽两人也是收获丰厚,半个月的时间里,一共抢到了七颗剑一草,让江流光四人是无比眼红,极度不已。 可没有办法,凌羽与呼颜赞两人联手,实力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横,就算他们四人联手,也顶多只能击败凌羽两人,而很难做到击杀,更何况,他们四人,也很难做到真正的齐心协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,凌羽两人的实力提升得很快,半个月后,凌羽的剑意,已然是达到了七成六的程度,而呼颜赞,则是更进一步,达到了七成八的境界。 呼!某一刻,大峡谷内部,又是吹起了一阵刚风,不知道为什么。 这一次的刚风,却是极其的强烈,相隔二十五里的距离,凌羽等人都感到一股凌厉的狂风扑面而来,忍不住纷纷倒退了五里,这才好了一些。 搜,突然,大峡谷内部,五道闪电般的流光,猛地击窜而出,赫然是五颗剑意草。 而且,这五颗剑意草中,最中央一颗,更是足有着一尺多长,草身银白,泛动着一股凌厉的气息,这竟然是一颗至少百年年份的剑意草。 我的天,竟然是百年年份的剑意草。 刹那间,凌羽六人的眼睛全都红了,呼吸不约而同地沉重了起来,对视一眼,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,六人便已经悍然厮杀在了一起。 第36章杀凌羽第36章杀凌羽。 先杀凌羽。江流光四人对视一眼,旋即同时立合一声,竟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凌羽出手。 在六人当中,凌羽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,甚至还要超过江流光,而在这种争夺中,速度快,便占据了极大的优势,因此,这时候,凌羽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。 而且,若是能够杀了凌羽,无疑等于是断了呼颜赞的臂膀,到时候,要对付呼颜赞,也会容易许多。 轰隆。当即,这四人直接达成了默契,悍然攻向凌羽。 四方掌。天心腿。荧光斩。双冷长剑。或者是拍掌,或者是出腿,或者是挥出剑气,四人的攻击,每一道都是凌厉无比,加起来更是无比恐怖,面对这种攻击,就算是沦海前期的舞者,恐怕都会被直接轰成碎片。 糟了。呼颜赞的脸色顿时变了,此刻,他距离凌羽还有一定的距离,就算他想要救凌羽,都是边长莫及,完全来不及。 死吧,将流光四人同时浮现出一丝凝色,在他们看来,这个时候,无论凌羽有着什么样的手段,都是必死无疑了。 羽末。关键时刻,凌羽终于爆发了。他眼中闪过一道寒芒,顿时,他周身便下起了雨,稀稀利利的雨丝,瞬间将它四周都环绕了起来,仿若一片迷蒙的雨雾。 吃吃吃。将流光四人的攻击,落在这一片迷蒙雨雾上,顿时发出一阵阵清脆的暴响,然而,却始终无法将这一层雨雾给摧毁。 哗!哗!哗!忽然间,凌羽长剑一扬,那雨雾顿时飞扬而起,万千道雨丝渐气,轰然迸发,同时朝着将流光四人击射而去。 哗!一声暴响,将流光四人净是身躯一阵,同时倒退了一步。什么?见到这一幕,不管是忽延赞,还是将流光四人,全都是惊呆了。 凌羽,竟然还有这么一招强大的杀招,在之前的半个月时间里,他竟然还隐藏了实力。 之前的整整半个月,凌羽都只展露出了惊人的速度,可在攻击方面,却并没有展现出多么可怕的威能来,可现在看来,他的攻击力,竟然是比江流光还要胜了一筹。 江流光,你们几个卑鄙小人,竟然四人围攻一个,真是彻底不要脸了。既然如此,我也不跟你们客气了。 震惊过后,忽延赞很快反应过来,他眼中寒光一闪,猛的手一扬,一枚青色的圆球,便是被他扔了出来,给我抱。 轰隆!那青色圆球立刻便抱了开来,顿时间,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,便是疯狂弥漫起来,这股力量,甚至比凌羽的羽目见招,还要强了整整五成以上。 不好!原词玄雷,这个忽延赞,竟然将有原词玄雷这等凶器。 逃!赶紧逃!将流光四人脸色同时猛然大变,怒吼一声,竟是不约而同的分散开来,化为一道流光冲了出来,全都选择了逃逸。 要知道,这原词玄雷,乃是一次性的四品中等灵器,威力极其可怕,一旦完全爆炸开来,就连轮海中期的强者都可以直接轰杀,更何况是他们。 谁也没有想到,忽延赞手中,竟然还掌握着如此大杀器。 轰隆!虽然他们四人的反应已经够快了,但即便如此,依然还是被原词玄雷的余波给波及了。 顿时,将流光四人同时吐出一大口鲜血。走!即便如此,四人也不敢有任何的停留,身形一闪,顿时便逃出了几十里之外。 哼!见此,忽延赞冷哼一声,却是没有去追原词玄雷这样的宝物,即便是他,也只有一枚而已,就是施展这一枚原词玄雷,都几乎抽干了他全身的真元,想要追杀将流光等人,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他伸手一抓,便将五颗剑一草,全都收取了过来,随后,他望向凌羽,关切道,凌羽,怎么样,你没事吧? 在他看来,凌羽刚才施展出的羽木这一招,一定是和他的原词玄雷一样,是属于自身的底牌,一旦施展出来,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,这个时候,凌羽一定是十分的虚弱。 没事,凌羽摇摇头,神色平静,心中却是暗暗惊诧。 原词玄雷这样的灵气,虽然不算极其的珍贵,但对于忽炎赞这样的真元净武者来说,却是难以奢求的宝物了,看来,这忽炎赞的身份,或许也并不一般。 没事就好,忽炎赞看凌羽的脸色,确实还算不错,便点了点头,旋即,犹豫了一下,才到,凌羽,我的建议,已经达到了七成八的程度,如果吸收了那百年年份的建议草,便有很大的机会进击。 八成建议,因此,我希望你能够将这棵建议草让给我。作为补偿,剩下的四棵建议草,全都归你,另外,在我禁忌八成建议后,我会尽力帮你夺取建议草,助你达到八成建议。不用这么麻烦。 凌羽摇摇头,平静地道,这百年的建议草,你直接拿着便是,另外,剩下的建议草,按照老规矩,我拿两棵就够了。 这,听到凌羽毫不犹豫的话,忽颜赞眼中闪过一道感动,沉声道,那就多谢你了,凌羽,接下来,还要麻烦你替我守护。 说着,忽颜赞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,便开始吸收那棵建议草。这也体现出了忽颜赞对凌羽的信任,这个时候,若是换了一个心有歹念的人,便可以直接将他击杀,夺走建议草。 当然,这种事情,凌羽是不屑为之的。同一时间,几十里之外,该死。这个忽颜赞,手中竟然有着原词玄雷这样的大杀气。失算,真是太失算了。 吕晨光脸色难看,恶狠狠地吐出一口唾沫。早就听说这忽颜赞身份神秘,背后似乎有大人物撑腰,今日看来,还真是如此。可惜,这一棵百年年份的建议草,便要拱手让给他了。张矮虎的脸色,同样十分难看。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建议草,而是百年年份的建议草啊。 炼化了这建议草,他们就有很大的机会,晋级八成建议,从而进入践踏世界的第八层,获得更大的机缘,可现在,这个曾经静在眼前的机缘,却是彻底离他们而去了。 这让他的心情如何好得起来?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?将刘光眼中寒光闪烁,突然立刻道,事情还没有结束呢? 那忽延赞既然夺取到了百年年份的建议草,一定会第一时间炼化这建议草,这个时候,我们如果杀一个回马枪,必然可以起到奇效。 不错。听到这话,李元旭三人眼睛同时亮了起来,忽延赞若是炼化建议草的话,便只剩下淋雨一个人,我们完全可以先解决淋雨,再杀了忽延赞。 没错。先杀淋雨,再杀忽延赞。当即,将刘光四人,便杀气腾腾地踏上了返程。 第37章彤彤打飞第37章彤彤打飞。将刘光四人,都是杀法果断之人,既然下定了决心,便不会有任何的犹豫,当即,便是朝着大峡谷的方向返回而去。 虽然在之前,淋雨通过羽木挡住了他们四人的联手一击,但他们的看法跟忽延赞一样,认为淋雨一定是施展了某种,对自身损伤很大的晋级杀招,而这种杀招,绝对不可能多次使用。 更何况,刚才的交战,他们也并没有施展出全部的实力,就算淋雨真的能多次施展出羽木,他们也有绝对的信心击败,杀死淋雨。 嗖嗖嗖,四人的速度极快,仅仅几分钟的时间,便已经返回到大峡谷二十五里处的地方。 果然来了,感受到江流光四人的气息,淋雨陡然睁开眼睛,眼中闪过一道寒光。 在之前,他就预料到这江流光四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,很有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,现在看来,果然是如此。 而眼下,忽延赞正在吸收剑一草的关键时刻,是绝对无法分神的,一旦分神,前功尽弃不说, 甚至还有可能受到反噬,走火入魔,后果十分的严重。 因此,这个时候,淋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退缩的。 淋雨。 就在这时,江流光的目光望向淋雨,傲然喝道,现在的局面,你也看到了。 忽延赞正在修炼中,根本无法出手,凭你一个人,绝对不可能是我们四人的对手。 我看你还是主动地交出所有建议草,然后乖乖自裁,也算能有一个痛快的结局。 笑话,淋雨面色冷峻,望了江流光等人一眼,淡淡道,你们四个,好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却连起手来做这等偷袭之事,难道不觉得太无耻了吗?放肆。 江流光脸色一寒,冷笑道,淋雨,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 也罢,给你机会你不要,既然如此,你就直接去死吧。 话音落下,江流光便第一个出手了。 他的武器,是一柄三品高等的长剑,泛动着一股微微的冰霜气息,一剑刺出,一股寒意,便是迅速弥漫开来,仿佛要将淋雨的身体给直接冻结。 与此同时,李元旭,张矮虎,吕晨光三人,也是毫不犹豫地出手了。 这三人,每一个都是真元巅峰的强者,实力虽然和江流光有所差距,但也差不了多少,四人同时出手,那当真是非同小可。 而且,这一次联手,江流光四人都是拿出了全部的实力,比起上一次围杀淋雨。 宫时还要凌厉了近乎一倍,可谓是可怕到了极点。 看来,不发挥真正的实力,是无法渡过这一个关口了。 淋雨神色凝重,面色第一次变得肃然起来。 四个掌握七成建议的真元巅峰强者全力出手,即便是他,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,不过,他也并没有任何的具意。 在不久前,通过对万古长青觉的修炼,淋雨的灵魂再次强大了一成,建议对他造成的压迫已经完成消失,也就是说,他可以完全地发挥出事成的威力来,而江流光等人,却只能发挥出七成多的实力而已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完全有着一战之力。 雨沐,没有丝毫的犹豫,淋雨在第一时间,就施展出了杀招。 兮兮丽丽的雨丝剑气,在他周身迅速凝结,形成一道迷蒙的雨沐,雨沐迅速撑开,如一柄大伞,将他整个人都包容在其中。 轰轰轰,将流光四人的攻击同时落下,轰击在雨沐上,发出一声爆响,竟是直接将这雨沐给撕裂了开来。 淋雨们哼一声,身形不由自主地倒退了树步,但这个时候,他却是毫不迟疑地施展了车风步。 嗖嗖嗖,当淋雨不再压制自己的实力,将所有实力全部释放出来的时候,他的速度,比起之前又快了整整三成。 这一下,他的速度,简直是快到了极点。 什么?好快的速度。 这种速度,比起之前一战,还要快了至少三成。 难道说,在之前的战斗中,淋雨还保留了实力吗? 看到这一幕,将流光四人脸色同时一变。 他们四人,最为忌惮地便是淋雨的速度,但原先,他们也只是忌惮而已。 可现在,淋雨暴增三成的恐怖速度,却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强烈的威胁。 与此同时,他们忽然意识过来,原来,在之前的一战,即便是他们四人联手袭击淋雨。 可淋雨却依然保留了实力,这对他们来说,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。 杀。 一时间,将流光四人杀一暴涨,立刻展开合围,对淋雨进行更加凌厉的袭杀。 可这个时候,淋雨的脸上却是浮现出一丝冷笑之色,将流光四人虽然联手了,可这四人,毕竟只是临时的盟友而已,不可能真正的齐心,相反,他们之间还要互相防着对方,难免会露出一些破绽,而这便是他的机会。 撤风步,突然,淋雨的身形一闪,竟是以一个极其叼钻的角度,不可思议地从张癌虎与吕元旭两人的攻击缝隙中,钻了过去,而后,猛然出现在了张癌虎面前,一剑挥出。 雨沐。 羞羞羞。 一道道鱼丝般的剑气,轰然倒卷而起,以摧毁一切的灵力态势,悍然向着张癌虎横扫而去。 糟糕。 张癌虎脸色一变,下意识地便做出抵挡,可跟这般灵力的剑气比起来,他的速度却是太慢了,瞬息之间,他整个人便被劈飞了出去。 什么? 李元旭脸色猛的一变,下一刻,他的瞳孔猛然放大,脸上忍不住浮现出惊恐之色,原来,灵羞的身影已经如鬼魅一般,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 雨沐。 毫不犹豫的,灵羞便是一剑挥出,这一剑,直接将李元旭也给轰飞了出去。 随后,灵羞的身形再次出现在吕晨光面前,同样一招雨沐挥出,便在吕晨光的胸膛上,留下一条狭长的伤痕,将他整个人都劈飞了出去。 转眼之间,李元旭、张矮虎、吕晨光三人,统统都被灵羞劈飞了出去。 哄。 与此同时,一道惊人的剑意,突然冲天而起,这股剑意,顿时将灵羞等人的剑意,全都压制住了,赫然是忽颜赞达到了八成剑意。 江流光,你们这是找死。 忽颜赞睁开眼睛,双目之中,杀意大放。 第38章你们全都是在找死第38章,你们全都是在找死。 羞。 忽颜赞满脸杀意,刚刚清醒过来。 便是毫不犹豫地朝着江流光出手了。 一道惊人的剑气,从他手中的长剑中标射而出,这一道剑气,凝聚了八成的剑意,直接便压制住了,江流光的七成剑意。 糟了,江流光心中一沉,在忽颜赞的剑意压迫下,他手中的长剑却是忍不住颤抖起来,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压制住这种颤抖。 七成剑意与八成剑意,看起来只是一成的差距而已,可实际上,却是天壤的别的差别。 而且,达到八成剑意后,剑意大峡谷对忽颜赞的压迫也削弱了一些,他可以发挥出来的实力达到了八成,比起江流光来,直接强出了一成。 两个一成的差距加起来,却让忽颜赞与江流光的实力,直接拉开了不止一个层次。 吃! 刹那间,忽颜赞挥出的那一道剑气,便是撕开空气,携带着惊人的呼啸声,直接刺向江流光的心脏。 忽颜赞,你休想杀我! 面对着死亡的危机,江流光彻底爆发了他浑身的真元,全都凝聚在手中的长剑当中,终于让他手中的长剑停止了颤抖,而后,他面色猙獰,猛的一剑挥了出来。 哄!一声巨大的爆响,两道剑气直接爆裂开来,将流光面色潮红,猛地吐出一口鲜血,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。 不过,在倒飞出去的时候,江流光心中却是松了一口气,不管如何,总算是挡住了呼颜赞这一剑,可下一刻,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,却是突然在他的耳膜中乍响而起。 雨墨!羞!无数道雨丝凝聚而成的剑意,在同一时刻全都落在了江流光身上,刹那间,便将他整个身体全都穿透了。江流光,死!我的天!江流光,居然死了! 见到这一幕,刚才被灵雨劈飞出去的李元旭三人,顿时全都猛了。江流光,乃是这次进入剑塔的十人中最强的一人,就算是他们三人联手,也只能将其击败,而无法留下他的性命,可现在,这江流光,却是死在了灵雨的手中。 一个内门排名第七的强者,居然陨落在了剑塔内。这简直就是石破天惊的事情。快逃!愣了一阵,李元旭三人突然浑身一个机灵,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,连将流光都被灵雨忽颜赞击杀了,更何况是他们。此时再不逃跑,难道还留下来等死吗? 顿时,李元旭三人没有任何的犹豫,毫不犹豫地转身,朝着与剑一大峡谷相反的方向亡命逃窜,这一幕仿佛便是不久前的场景重演了一遍。不同的是,上一次是将流光四人一起逃窜,而现在却只剩下了李元旭三人。 想走,望见狼狈而逃的李元旭三人,忽颜赞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之色,已经让你们逃了一次,这一次,还想这么顺顺当当的逃走吗?还是都给我留下来吧。流光剑!咻!忽!忽颜赞一剑挥出,呼啸的剑意,直接贯穿了李元旭的心脏。 与木!与此同时,凌鱼也出手了,他手中的木剑,泛动起一道道迷蒙的剑气,直接将几里之外的吕晨光一剑披杀。转眼间,李元旭,吕晨光纷纷隐落。这一幕,吓得张矮虎几乎魂飞魄丧,他不敢有任何的迟疑,手中突然出现一道黄色的蛊符,一把将气撕了开来。咻!一道黄色的光芒顿时包裹了张矮虎的身体,下一刻,他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原地,彻底的不见了踪影。百里传送符。 想不到这张矮虎,竟然还有这等保命之物。见到这一幕,忽然在眼中露出一道意外之色。百里传送符,这是一种一次性三品灵器,一旦撕开,可以在瞬间传送到百里之外随机的任何地方,堪称是三品灵器中,最为强大的保命之物。与之相应的,它的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。一般的真元进武者,就算是倾家荡产,也不可能买到一张百里传送符,这张矮虎能够有一张,着实是令人意外。 算了,这张矮虎逃了便逃了,反正罪魁祸首都已经杀了,剩下他这个小喽啰,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摇摇头,忽然在目光望向灵雨,却是变得郑重起来,肃然道,灵雨刚才的事情,真是多谢你了。 虽然之前处在,吸收剑一草的关键时刻,但这并不代表忽言赞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。他很清楚,之前如果不是灵雨的阻拦,他绝对已经被江流光四人杀了。 说实话,他最初结交灵雨,只是心念一动,随手做的事情而已,就算是跟灵雨结盟,更多的也只是想找个帮手,可灵雨给他的回报,却是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投入。 如果没有灵雨,他也不可能将剑一提升到八成,甚至有可能死在江流光等人的手上,可以说,这是救命之恩,是莫大的人情。 无妨,灵雨淡淡一笑,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最后,灵雨两人,继续开始收集大峡谷内飞出的剑一草。 在江流光三人被击杀之后,张癌虎也是不敢再接近大峡谷,这大峡谷方圆数十里之内,便只剩下灵雨两人,再也没有竞争了对手。 这种情况下,灵雨两人收集得很快,短短半个月的时间,便得到了十几棵剑一草,其中不乏几十年年份的剑一草。 至于百年年份的剑一草,却实在也没有出现过,这种级别的剑一草,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,能够飞出一棵,便已经是极其难得了,想要再遇上,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 即便如此,在大量剑一草的辅助下,灵雨两人的实力,依然提升得很快。 半个月的时间里,忽延赞稳固住了八成剑一的境界,并且也有所提升,只是,达到八成之后。 剑一提升的难度,又增加了不少,即便是有着足够的剑一草之称,它也只是将八成剑一,提升到了八成二的程度而已。 至于灵雨,却是直接从七成六的剑一,提升到了八成剑一。第39章可惜了那个灵雨第39章,可惜了那个灵雨从七成剑一到八成剑一,这是一个质的提升。 除此之外,灵雨本身的实力,也提升到了先天巅峰的极致,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,只要再迈出一步,便可以进入真元境界。 以她如今掌握的手段,一旦进入到真元境,就算是离开了这剑塔世界,没有了剑塔世界的力量加持,她的实力,也足以抗衡,击败真元巅峰的强者。 灵雨,你的实力提升速度,真的是太快了。忽颜赞望着灵雨,目光有些无奈。 原本,她觉得自己的天赋,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,内心也是有些傲气,可是跟灵雨一比,她内心的那点优越感,便彻底荡然无存了。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,就从七成六的剑意,达到八成剑意,虽然有剑意草的帮助,可这,依然是无比的惊人。 要知道,忽颜赞能够达到八成剑意,更大的原因是有一棵百年年份的剑意草,可灵雨,吸收的只是普通的剑意草而已,在资源这个方面,绝对是差了不少。 可在这种情况下,灵雨依然能这么快便达到八成剑意,可见灵雨的悟性是多么的惊人。 灵雨,既然你也达到了八成剑意,那我们也该准备,进入剑塔的第八层世界了。 忽颜赞摇摇头,摆脱心中的杂念,道,之前我便说过,剑塔世界的最后三层,每一层,都蕴含着一个大机缘之地,这剑意大峡谷虽然是个好地方,但跟第八层的机缘之地剑种比起来,却又要差了不少,依我看,我们还是尽早动身前往剑种吧。 剑种?灵雨眉头一挑,问道,那是个什么地方?那可是一个好地方。 忽颜赞神秘一笑,道,至于那里究竟如何,我先卖一个关子,等到了地方,再来跟你细细讲说。 也好,见忽颜赞卖起了关子,灵雨无奈地摇了摇头,也懒得细就下去,当下便是点了点头。 下定主意之后,灵雨两人倒也干脆,当即便离开了剑意大峡谷,开始寻找第七层践塔世界的守官者,两人的运气也还算是不错。 仅仅五天的时间,就让他们找到了两个镇守第七层世界的剑仙傀儡,更巧合的是,这两头守官者,正好便是凑在了一起。 这两个守官者,实力虽然比普通的七级剑仙傀儡还要更强,可对拥有八成剑意的灵雨两人来说,却是造成不了丝毫威胁,轻而易举的,灵雨两人便将两个守官者击败,打开了通往第八层剑塔世界的通道。 与此同时,外界,九名黑衣之士,环坐在剑塔周围,一个个闭着眼睛,面无表情。 而剑塔塔身上,此时,却有三层塔身,正闪烁着一股淡淡的光芒,分别是剑塔的第五层。 第六层,第七层,剑塔内部,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世界,剑塔外部的人,也无法得知,剑塔内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好在玄剑宗的前辈,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,特意在剑塔上施加了一种阵法。 通过这种阵法,若是剑塔内部的世界有人存在,那么相应的那一层塔身,便会发出光芒,让人知道这一层塔身有人存在。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,想知道剑塔内的具体情况,别说这些黑衣之士了,就算是玄剑宗的金袍长老,也根本无法做到。 刷,突然,剑塔塔身的第八层表面,突然如水波一般泛起了点点涟漪,随后,一道淡淡的光芒,便是亮了起来。 嗯,仿佛是有所感应,在第八层塔身亮起的同一时刻,九名黑衣之士,全都睁开了眼睛,脸上浮现出一丝欣喜之色。 不错,两个月了,这一批进入剑塔的弟子,终于有人踏入了剑塔第八层。 一般来说,每批进入剑塔的弟子,有一人能够进入第八层,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 只要能够进入第八层,在剑种内得到传承,出来之后,进入九层剑意,基本上是毫无悬念,而达成真正的剑意,也有着三层以上的概率了。 也不知道这次进入剑塔第八层的,会是哪个好运的弟子。 这还不好猜,这次的十名弟子中,资质最好的便是江流光与忽延赞,其中江流光的实力更强一些,而忽延赞,据说背景十分深厚,能够进入第八层的,无非就是他们两人了, 而他们当中,又属忽延赞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没错,应该是如此。 此话一出,几名黑衣只是纷纷点头,表示赞同,进入第八层的是忽延赞,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,不过,玄称之事,我觉得有句话你说错了。 这次进入剑塔的,资质最好的,应该不是忽延赞与江流光,而是那个叫凌宇的弟子才对。 一名黑衣只是突然摇了摇头,道,嗯。 听到这话,其余的黑衣只是纷纷愣了一下,玄机,神色纷纷变得复杂起来。 那个凌宇,资质的确是不错,区区先天境的境界,便能够拥有半部剑意,甚至还能击杀玄剑榜上的人物,可惜,这么一个天赋卓越的弟子,却是早早死在了剑塔内。 是啊,以凌宇先天境的本体实力,就算进入了剑塔世界,最多也只能在前三层勉强生存。 可如今,前三层卡身却是全都按着,这个凌宇肯定是早就死了。 哎,也不知道宗门的高层,究竟是怎么想的,竟然让一个天赋如此不凡的弟子,在先天境的时候就进入剑塔,这不是故意让他送死吗? 可惜,可惜啊。 说着说着,九名黑衣之士皆是摇头叹息起来,纷纷露出惋惜之色。 就在九名黑衣之士,叹息着凌宇之死的同时,凌宇与忽呼颜赞,却是已经进入了剑塔世界的第八层空间。 跟之前的七层世界比起来,这第八层世界,更加显得荒凉,死寂,乌云弥漫,光线昏暗,处处都给人一种极其压抑的感觉。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,就连呼颜赞,都是沉默了许多,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埋着头带领淋雨向着某个方向前进。 很快,一个占地足有整整方圆数十里的坟墓堆,便是出现在了淋雨两人的视线中。 第四十章你真是个变态第四十章你真是个变态。 数十里的坟墓堆内,足有整整数千个隆起的坟头,每一个坟头上,都没有立起墓碑,反倒是全都插着一柄剑,场景说不出的怪异。 这个地方似乎不一般啊。 灵雨目光环视一圈,若有所悟,暗暗点头道。 当然不一般了,这个地方便是剑种了。 到了这里,呼颜赞终于打破了沉默,开口道,据说这剑种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战场,有一大批地极境以上的剑道强者曾在此交战,却全都陨落在了此地。 然而,他们对于剑道的执念,并没有消失,最终便形成了这一片剑种,葬在这里的所有强者,都以他们生前使用的宝剑,作为埋葬他们的墓碑。 这些宝剑,原本都是六品以上的灵器,可惜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灵器渐渐失去了灵性,品阶纷纷掉到了三品、四品。 当然,即便如此,这些宝剑,依然是极其的珍贵。若是能够取得其中的一柄宝剑,将其带到外界,可以很轻易地将这宝剑,提升一个品阶。 不仅如此,这些宝剑中,还蕴含着他主人生前的修炼经验,剑道感悟等等,对我等来说,这种传承更是无比的珍贵。 原来如此。灵羽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,道,那这里的宝剑,又该如何收取? 以灵羽的剑势,自然可以感应到,这整个剑种的所有宝剑,看似全都是随意杂乱地插在坟头上,但实际上,整个剑种上都覆盖着一种强大的禁制。 若是想要直接收取这些宝剑,恐怕就算是伦海境的舞者,都会直接被禁制轰杀。 这个简单。忽言赞淡淡一笑,道,宝剑有灵,只需要将自身的剑意,以及对剑道的灵物展示出来。 这些宝剑便能够感应到,若是得到了它们的认可,那些宝剑,便会自动飞出,任由你来选择。 嗯,说这么多也没用,不如我先为你示范一遍吧。 话音落下,忽言赞道也干脆,身形闪烁,几下便到达了剑种的中心处,而后,它毫不犹豫地,便是一剑挥了出来。 这一剑,赫然便是忽言赞的最强剑招流光剑,这一道剑气挥出,仿若一道流光闪过,无比的绚烂,却又蕴含着极其可怕凌厉的杀意。 嗡,突然间,剑种的数千个坟头上,有十几柄宝剑忽然微微颤动起来,几个呼吸后,竟是挣脱了那坟头,直接飞了起来,朝着忽言赞击掠而去。 嗖,当即将碰到忽言赞的时刻,这十几柄宝剑,突然全都停了下来,围绕着忽言赞,轻微颤动着,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剑吟声。 其中,有一柄无彩宝剑,流光闪烁,似乎等级比其他的宝剑,都要高上一个等级,散发出一股凌厉的气息,使得其余的所有宝剑,竟是隐隐然避了开来,不敢接近它。 四品高等的宝剑,见到这一幕,忽言赞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,脸上露出兴奋之色,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好,好,好。 这一刻,忽言赞的心情,确实是好到了极点。四品高等的宝剑,在整个剑种数千柄剑中,都堪称是极品了,经历了无尽岁月的清晰,依然能够保持这个等级,可见这柄宝剑全胜的时候,最起码都是七品以上的灵气。 而这一柄剑,一旦被忽言赞带到外界,只要稍加精裂,便能够轻易地晋升成五品灵气。 不仅如此,这宝剑中还蕴含着一名起码是天元净强者的传承,可以说,忽言赞这一番,真的是赚大了。五彩流光剑,就是你了。 没有丝毫的犹豫,忽言赞立刻一把抓住这五彩宝剑,随后,从手指上挤出一滴血滴,滴在了那五彩流光剑上,完成了认主一事。 灵气有灵,只要是三瓶以上的灵气,便必须要通过滴血的方式认主,才能够被真正的掌控。 这种最基本的常识,忽言赞自然不会不知道。 搜。当忽言赞完成认主的同一时刻,其余的十几柄宝剑,顿时有所感应,纷纷化为一道剑光,回到了原先的位置。 忽言兄,恭喜你了。 灵语微微一笑,开口说道。 嗯,我这一次的运气,确实是相当不错。 忽言赞也没有客气,嘿嘿一笑道,在所有进入剑塔的弟子中,我的收获,应该都可以排到前五了,就是不知道灵语兄弟,又能得到怎样的收获。 据说,玄剑宗的历史上,最强的一名弟子,曾经在剑种内,得到了三十七柄宝剑的认可。 而他最后,选择了一柄四柄顶级的宝剑,这个记录,一直没有人能够打破,灵语。 我觉得或许你能够改写这个记录。 虽然这么说着,忽言赞的脸上,却是流露出一丝粗暇的笑意。 虽说他的心里,已经将灵语当成了真正的兄弟,但这并不代表着,他没有跟灵语攀比的心思。 在剑义的进步上,他落了灵语不止一筹,可在这剑种里,他却是很有很大的把握扳回一局。 毕竟,他已经得到了一柄四柄高等的宝剑,除非灵语能够得到一柄四柄顶尖的宝剑,否则的话,绝对是不可能超过他的。 可想要获取四柄顶尖的宝剑,又谈何容易? 整个玄剑宗的历史上,也不过只是出了一人罢了,好吧,我就来试一试。 感受到忽言赞言语中的一些挑衅味道,灵语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,便向前站出一步,随后,看似漫不惊心,无比随意地挥出了一剑。 这一剑,实在是太普通,太随意了,看起来,就好像是一个连五道都不懂的凡人儿童戏耍时,挥出的一剑罢了。 灵语,你这是做什么?忽言赞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,忍不住出声道,这一次是你唯一一次展示剑道的机会,你不要自悟啊。 汪!话音落下,整个剑种突然都轻微颤动了一下。 没错,颤动的并不是某一个坟头,或者是某几个坟头,而是整个剑种近乎所有的坟头,全都颤动了起来。 羞羞羞,随后,近乎九成九的坟头之上,那柄宝剑都是同时飞了起来,数千柄宝剑同时击射而起,密密麻麻地遍布了整个天空,这一幕场景简直是壮观到了极点。 我靠!看到这一幕,忽言赞整个人都彻底呆住了,愣了好久,才硬生生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,凌羽,你真是个变态。 第四十一章青铜绣剑第四十一章青铜绣剑,这一刻,忽言赞真的是被凌羽给震住了。 玄剑宗历史上最强的弟子,也不过在剑种得到了三十七柄宝剑的认可,可领语,却是直接得到了,剑种中九成九以上的宝剑,也就是数千柄宝剑的认可啊。 三十七柄宝剑,以及数千柄宝剑,就算是傻子都知道,这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。 要知道,这些宝剑,可都不是普通的宝剑,它们现在虽然只有三品,四品的品阶,可在全盛时期,却都是六品,甚至七品的灵气,跟随过至少地级境以上的强者,眼界非同小可,一般的剑客,根本入不得它们的法眼。 可领语这似乎随手挥出的一剑,却能够得到所有这些宝剑的认可,可见这一剑,是多么的不凡,多么的惊人。 可是,为什么我看不出来那一剑,有着什么玄妙之处呢? 忽颜赞深深皱着眉头,脑海中,不断回放着灵语刚才挥出的那一剑,可无论它如何思考,却始终是一头雾水,这一剑似乎就只是普通的一剑而已,它根本无法看出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。 看着忽颜赞那绞尽脑汁思考,却始终不得法门的模样,灵语摇了摇头,并没有出声说些什么。 在修炼界中,有一句话叫做道不可传,这话并不是代表着无者必走自真,不肯将自身的传承受于别人,而是说,有些道, 只可一会,不可言传,懂了就是懂了,不懂就是不懂,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去传授。 这种层次,已经是达到了传说中的道的层次,灵语刚才那一剑,便是如此,看似普普通通,实际上,却蕴含着一丝剑道的至高奥妙。 实际上,不要说是忽炎赞了,就算是剑种中所有的宝剑,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一丝玄妙,不过,它们毕竟曾经是高阶的灵气宝剑,冥冥之中能够产生一丝感应,感受到灵语这一剑的不凡之处,这才造成了近乎所有宝剑,全都认可了灵语的结果。 接下来,该选一丙我的宝剑了,不过,应当选哪一丙呢?不再关注忽炎赞,灵语的目光在飞扬而起的数千丙宝剑上,慢慢搜寻起来。 这宝剑的数量虽多,但其中九成以上的都只是三瓶宝剑,而剩下的一成当中,又有六成是四瓶下等的宝剑,两成是四瓶中等的宝剑,一成半是四瓶高等的宝剑,达到四瓶顶级的宝剑,才只有区区半成而已。 大概算下来,也就是十几柄四瓶顶级的灵器,数量确实是极其的稀少。 不过,灵语的目光在这些四瓶顶级的宝剑上一扫而过,却没有着急做出选择。 若是换了普通的真元镜,甚至是轮海镜的舞者,若是见到了四瓶顶级的宝剑,绝对都会激动的发狂,可灵语,前世乃是蜂王级别的强者,又岂会在乎一柄区区的四瓶宝剑。 就算这宝剑全盛世七,曾是七品的宝剑,可依然很难让灵语的心绪产生什么波动。 因此,对于这些足以让普通舞者发狂的宝剑,灵语只是看了一眼,便直接移开了目光,最终,他的目光,却是落在了角落出的一柄青铜绣剑剑上。 这一柄青铜绣剑,绣级斑斑,表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绿铜绣,看起来普通到了极点,不,这简直不应该说是普通,而该是说破烂。 不仅是表面破,这青铜绣剑上,没有丝毫的灵气波动,这便意味着他连最低级的一品灵气都不是,连灵气都算不上,这是一柄普通,破烂的凡人兵器而已。 可看到这柄剑的时候,灵语的目光,却是一下子一不开了。 不知道为何,当看到这柄剑的第一眼,冥冥之中,他的心中便声出一道声音,似乎是在告诉他,一定要选择这一柄剑。 嗯,就在这时,一旁的忽言赞,终于不再纠结,灵语刚才那一剑,他目光一动,朝着灵语望了过来,这一望,他不由大吃一惊,连忙道,灵语你在看什么? 你不会是想放着那么多四瓶顶级的宝剑布选,选择这一把破铜烂铁吧?你还真说对了? 灵语微微一笑,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,遵循着内心的声音,一把将那青铜绣剑抓了起来,随后,毫不质疑地掐破自己的指尖,将一滴鲜血滴了上去。 不。灵语,你这是在做什么?忽言赞脸色顿势大变,忍不住惊恐地尖叫起来,灵语。你竟然真的选择了这破剑,你疯了吗?这一刻,忽言赞真的是要抓狂了。 四瓶顶尖的灵气,以及一把连灵气都不是的破铜烂铁,就算是傻子都应该知道要选择前者,可灵语这家伙,却偏偏不按常理出牌,竟然选择了后者。 原本多么大的一个机缘,竟然被灵语给主动放弃了,这简直就是暴殿天物,是任何一个修炼者都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。 不要说话。他激动无比,正要说些什么,可就在这时,灵语的一道大喝,却是突然打断了他的声音。 随后,灵语竟是直接在他面前盘坐了下来,道,忽言赞,接下来,我要闭关一段时间,麻烦你替我守护了。 说完,灵语竟是直接闭上了眼睛,不管不顾周边的一切,直接进入了深层次的闭关当中。 这,这一下,顿时让忽言赞有一种使尽了全身的力气,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,浑身憋着一股气发不出去,简直是郁闷,难受到了极点。 疯子!这个灵语,真是一个疯子!他充满怒气地望着灵语,在心中咆哮道,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没有注意,这家伙,竟然就做出这种疯狂的事情。 放着好好的四瓶顶尖宝剑不选,却选了一柄破剑,若是让别人知道了此事,我和他,都会彻底沦为笑柄了。 咆哮一阵之后,忽言赞盛怒的目光最终化为了无奈之色。 目已成舟,事情既然已经酿成了,再怎么后悔,也是没有用的,更何况, 虽然跟灵语相处的时间不多,但他也很清楚,灵语是一个极其有主见的人,一旦下定了决心,其余的任何人,任何事物都无法动摇,希望吃了这一个亏之后,这灵语能够吸取一些教训吧。 他安叹一声,满脸苦笑与无奈地站到一边,却是默默在灵语身旁守护了起来。 第四十二章我服了第四十二章我服了。 且不说忽言赞的郁闷,此刻的灵语,却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。 在滴血认主青铜秀剑的时候,一股极其玄妙的气息,便是突然降临在了灵语脑海中。 这股气息,极其的玄傲,极其的繁杂,其中不知道蕴含了多么深刻的道理。 若是换了普通的舞者,就算是伦海静,甚至灵浮静的强者,恐怕都会直接被这股气息给生生称爆。 不过,灵语前世毕竟乃是蜂王级别的强者,硬生生地承受住了这股玄妙的气息,但即便如此,他也不得不放下一切其余的事情,进入闭关的状态。 在急匆匆地跟忽言赞说了一声后,灵语的意识,当即便融入了那股玄妙气息当中。 下一刻,他的意识,便突然出现在一片蛮荒世界上,只是,这一片世界,却是坑坑洼洼,四处都是裂缝,破损残碎的十分厉害。 冥冥中,灵语生出一丝感觉,那股玄妙的气息,正是在引导着他,让他以这一股气息,去修补这一片残碎的蛮荒世界。 既然如此,我倒要看看,这一柄剑,究竟有何玄妙之处。 灵语眉头一挑,当即,便是沉浸了进去。 转眼间,便是五天的时间过去了,这五天的时间里,灵语一直保持着最初的状态,整整五天,竟然是一动也没有动过。 这灵语,究竟是怎么回事? 他的身旁,忽言赞睁开眼睛,无奈地望着灵语,苦笑一声,五天了。 他竟然连动也没有动一下,也不知道他从这青铜绣剑中,究竟发现了什么。 说起来,这灵语的口味也真是独特,一开始,使用的兵器是所有剑客都不会用的木剑,而现在,又选择了一把青铜破剑。 无论哪个选择,都不是常人能够做得出来的,难道说,真正的天才都会有这种奇怪的癖好?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,忽言赞摇摇头,继续感悟他那一柄五彩流光剑。 得到五彩流光剑中的传承之后,忽言赞的实力提升得很快,短短五天时间,便已经将剑意提升到了八成三的程度。 照这种趋势下去,用不了三个月的时间,忽言赞就能达到九成剑意。 至于将剑意达到事成大圆满,凝聚出真正的剑意,即便是有了五彩流光剑,忽言赞,也还是只有五成的把握而已。 毕竟,从九成剑意到圆满剑意,那之间的差距,简直堪称是天大的鸿沟。 即便是在真传弟子中,能够掌握圆满剑意的,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人而已,更多的人,则是停留了九成,甚至是九成九的砍伤,而始终无法迈出那一步。 忽言赞虽然对自己有自信,但也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,就能一定掌握圆满剑意。 嗯。 突然,忽言赞神色一动,从凌羽的身上感受到一股极其玄妙的气息,他不由地朝着凌羽望去。 这一看,他便是不由地大吃一惊,在那股玄妙气息的影响下,凌羽的剑意,突然释放了出来,而后,那一股剑意,竟是疯狂地开始增强起来。 八成一,八成二,八成三。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,凌羽的剑意,竟然便提升到了八成三的程度。 这。忽言赞整个人彻底猛了,呆呆地望着凌羽,目光充满了不可思议,仿佛是见了鬼一样。 几个呼吸,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,凌羽就直接从八成剑意,提升到了八成三剑意。 直接将他给追平了。 要知道,在他刚刚见到凌羽的时候,凌羽才不过只是区区四成剑意而已,而那时候的他,便已经是七成剑意了。 可现在,只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,凌羽的剑意,竟然便已经追上了他。 不仅如此,在达到八成三之后,凌羽的剑意增长速度,却是没有丝毫的停滞。 继续疯狂地向上攀升着。 八成四、八成五、八成六。 转眼间,凌羽的剑意,便直接突破到了八成九的关卡,直接晋升到了九成剑意的境界。 哼!当凌羽达到九成剑意的同一时刻,忽延赞的脑海轰隆一声巨响,仿佛有一道惊雷一闪而过。 九成剑意。 就算是在真传弟子当中,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准了,而凌羽才不过先天巅峰的境界,竟然便达到了九成剑意。 而且,凌羽达成九成剑意的地方,还是在剑塔内部。 玄剑宗的历史上,凡是能够在剑塔内达到九成剑意,闯入剑塔第九层世界的,无一例外,全都在剑塔内成就了真正的剑意。 也就是说,从这一刻起,凌羽掌握真正圆满的剑意,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。太疯狂了,太疯狂了。忽延赞喃自语着,目光却是忍不住落在了凌羽手中的青铜绣剑上。 凌羽这一番的突破,此前并没有任何的征兆,唯一的可能便是这柄青铜绣剑,给凌羽带来了天大的机缘,才能取得这般可怕的进步。 他眼中的破铜烂铁,落到了凌羽的手上,竟然变成了逆天的宝物。就在这时,凌羽的剑意增长,终于是缓缓停滞了下来,最终,他的剑意,停留在了九成二的程度。 刷,他突然睁开眼睛,眸中闪过一道神光,随手,抓着手中的青铜绣剑,一剑挥了出来。 咻!一道无比凌厉的剑气,顿时呼啸而出,催拉枯朽,直接将空气撕裂开来,那股恐怖的波动,仿若可以将阻挡在他之前的一切。 给一剑劈碎。好可怕的一剑。忽颜在满脸的震惊之色,喃喃道,这一剑的威力,足以媲美四品顶级灵气的攻击了。 而且,这还不是普通四品顶级灵气的层次,而是四品顶级灵气中,都最为极品的层次,灵羽。看来这一次,你真的是捡到宝了。 长叹一声,他苦笑地望向灵羽道,灵羽,不得不说,你的眼光,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我。 对你,我是真的服了。恐怖的进步速度,超凡的剑道天赋,以及那不可思议的敏锐眼光,这一切加起来,终于让心高气傲的忽颜赞,对灵羽彻底的心服口服了。 第四十三章剑塔道场 第四十三章剑塔道场,我也只是运气而已。听到忽颜赞的声音,灵羽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神色,只是淡淡一笑。不得不说,他这一次,确实是撞了大运,这一柄青铜绣剑,还真的是一柄非同凡响的宝剑。 有着前世的见识,他很清楚,刚才的蛮荒世界,其实就是那青铜绣剑的内部世界,那蛮荒世界的残损,也便是青铜绣剑的残损。 他花费了五天的时间,实际上,也不过只是将那蛮荒世界,修补了百万分之一而已,可仅仅修复了这百万分之一,这青铜绣剑的威力,便从原本的普通凡兵,变为了最为顶尖的四瓶顶尖灵器。 难以想象,这柄青铜绣剑,若是真的修复完整了,又能够发挥出多么恐怖的威力来。 七品灵器,那种级别的灵器,恐怕在完整的青铜绣剑面前,连扎都弹不上,一剑,便能够毁掉一大堆。 不过,以灵雨如今的实力,想要将青铜绣剑完全修补,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,就算是整个玄剑宗,清净所有的人力、资源,恐怕都无法修补,这青铜绣剑的万分之一。 实际上,灵雨能将青铜绣剑,修补百万分之一,也是借助了那股玄妙气息的帮助,否则的话,单单依靠她自己,连这一点也都无法做到。 而灵雨的剑意能够提升到九成二的程度,也是靠了这玄妙气息,不仅如此,她在提升灵雨剑意的同时,还将灵雨的剑意给淬炼提纯了一遍。 原本,灵雨在剑塔世界的这段时间里,剑意提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速度快,就难免会有些根基不稳,平常还显不出来,可在她凝聚圆满剑意的时候,却会成为巨大的隐患,而现在,经过玄妙气息的提纯之后,这种隐患,却是不存在了。 如今,灵雨的剑意是无比的凝裂,没有一点的虚浮,根本不需要担心有什么祸患。 灵雨,恭喜你了。呼言赞羡慕的声音,在这个时候想了起来,你的剑意,已经达到了九成二的程度,已经有资格进入剑塔的第九层了,接下来,我就给你介绍一下,第九层的机缘之地吧。 剑塔世界的第九层,实际上便是一个道场,名为剑塔道场,在那里,你会不断地与九级剑仙傀儡进行厮杀,若是你能够击杀石头以上的九级剑仙傀儡,便能够得到一颗剑破,而你能够坚持的时间越久,击杀的剑仙傀儡越多,能够获得的剑破品质,便会更好。 剑破。听到这两个字,灵狱眼中闪过一道光芒。从九成九剑意,提升到十成圆满剑意,这一步之所以难,便是因为要踏出这最后一步,就必须要在自己的灵魂中诞生剑魂,这一步,极其艰难,必须要同时具备资质、悟性、运气、智慧等等要素,才能够达成。可这剑破,却能够直接达成这种效果。 当然,这剑破的价值,也是极其的珍贵,就算是一柄四平顶级的灵器,也比不上剑破的价值。除了剑塔内部,整个玄剑宗,恐怕也找不出几颗来。 而剑塔,虽然是属于玄剑宗的,但其来历却是极其神秘,就算是玄剑宗的高层,也未曾真正地掌控这剑塔,只能安排弟子进来历练而已。 难怪玄剑宗历史上所有弟子,只要能够进入剑塔第九层,便必然能够凝聚出圆满剑意,原来是因为有剑破这等宝物。 拥有这种宝物,就算是想不凝聚圆满剑意,恐怕都是一件难事。 忽言赞,接下来,我就要动身前往剑塔第九层了,这一门草木剑爵,便当作是我给你的礼物。 灵与心念一动,它跟忽言赞的关系虽然不错,但只有达到至少九层剑意,才能够进入剑塔的九层世界。 因此,这个时候,它也不得不和忽言赞暂时分别了。 不过,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,达到九层剑意,得到青铜宝剑,实际上,也是成了忽言赞的一个人情。 如果没有跟忽言赞结盟,灵与对剑塔便是一无所知,也自然不可能获得这些机缘,草木剑爵,便是灵与对忽言赞的悔赠。 嗯,这门剑爵,竟然能够增快剑意修炼的速度。 只是看了一眼灵与给过的剑爵,忽言赞脸上便不由浮现出一丝震惊之色,与此同时,他也终于明白了,灵与之前为什么要用一柄木剑,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灵与,我又欠了你一个大人情,感受到草木剑爵的珍贵,忽言赞面色严肃起来,郑重道,从今以后,无论如何,我都会跟你站在一道战线上。 无妨,只是小事而已。 灵与摇了摇头,神色平淡,说话这句话后,身形便是一闪而逝,消失在了原地,只留下面满脸复杂的忽言赞。 离开剑爵之后,灵与便开始寻找第八层剑塔的守观者。 实际上,炼化了青铜绣剑后,灵与对这剑塔实践,便有了一种冥冥的微弱感应。 凭借着这种感应,没有花费多少的功夫,他便寻找到了第八层的镇守者。 咻!他手指青铜绣剑,随意一剑挥出,一道灵力的剑光呼啸而出,那速度快到了极点,仅仅一剑,第八层的守观者便被灵与直接批杀。 轰隆,一个通道,旋即便出现在灵与的面前,而后,灵与没有丝毫的停顿,毫不犹豫的身形一闪,进入了通道之内。 与此同时,外部,剑塔的第九层塔身,突然亮了起来,一股比前八层都要耀眼数倍的光芒,瞬间传到了开来。 嗯!这一刻,九名黑衣之士同时睁开了眼睛,面露狂喜之色。 第九层!这一批的弟子中,竟然有了进入了第九层剑塔世界,好,很好!这下子可以确定了。 那江流光虽然实力不错,但绝没有可能进入剑塔第九层,而呼延赞的背景深厚,反倒是有很大的可能进入第九层。 没错,忽延赞这小子,还真是藏得够深。不声不响的,就进入了剑塔第九层,看来,用不了多久,我们玄剑宗,就又能多出一名,拥有真正建议的天才弟子了。 九名黑衣之士议论纷纷的,一个个面色充满了激动,毕竟,即便是对于玄剑宗这样的势力来说,能出一个拥有真正建议的天才,也是足以轰动整个宗门的事情。 刷!突然,一道金光一闪而过,旋即,一名鹤发童颜,面容轻取的金袍老者,便是出现在了九名黑衣之士上方。 见过硬光长老,见到金袍老者的身影,九名黑衣之士,立刻面露恭敬,跪了下去。 第四十四忠诚建议第四十四忠诚建议,都起来吧。 印光长老只是瞥了九名黑衣之士一眼,便移开了目光,望向剑塔的塔身,望着剑塔塔身第九层亮着的光芒,印光长老脸上露出一丝欣喜的笑容,淡淡自语道,不错,很不错,还有半年的时间,真龙大会就要开始,在这个关头,宗门又出现了一名拥有真正建议的天才弟子,看来,我们玄剑山的气韵,正是处在上升期啊。 玄剑山虽然强,但毕竟只是万灵洲第二势力,跟最强的万灵宗比,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,但若是宗门中,能够不断涌现出,拥有真正建议的天才弟子,那么追上万灵宗,也并非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 同一时刻,灵雨踏上了剑塔世界的第九层。跟前八层比起来,这第九层的世界,却是显得小了许多,只有一个占地方元术实力的道场而已。 道场周围,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兵器架,那些兵器架上,插着的全都是剑,但都不是什么灵器,只是普通的剑而已。 道场中央,有着整整一百个擂台,全都是由青石板铺成,地面上隐隐有着暗红的斑痕,似乎是用鲜血染成的。 每一个擂台上,都站立着十个剑仙傀儡,每一个剑仙傀儡,都是达到了九级的存在,而就算是在这些九级剑仙傀儡中,依然有着强弱存在。 在靠前的擂台上,那些剑仙傀儡,只是堪堪勉强达到九成剑意而已,可在那最靠后的擂台上,每一头剑仙傀儡的剑意,都是达到了九成九的程度,距离十成圆满剑意,也不过只是差了一丝而已。 这里,便是第九层的机缘之地,剑塔了,只要能够战胜一个擂台的敌人,便能够获得一颗剑破,当然只是品质最差的,只有击败更多的擂台,才能够获得品质更好的剑破。 既然如此,那就开始吧。 灵雨心念一动,当即收起了青铜绣剑,将木剑拿了出来。 青铜绣剑的威力虽然大,但对力量的消耗也同样是极大,凭灵雨现在的实力,也只能挥出三剑而已,在这种时候,自然是不适合的。 他身形一闪,便是踏上了第一个擂台,对手,则是最弱的十个九级剑仙傀儡。 咻!面对这十个剑仙傀儡,灵雨没有丝毫的犹豫,挥手之间,便是十道剑气挥了出去,每一道剑气,便是直接击杀了一头剑仙傀儡。 仅仅三个呼吸的时间,这第一个擂台,便被他攻破了,而他的剑意,也是略微上涨了一丝。 继续,对于这点增长,灵雨并没有在意,身形移动,便踏上了第二个擂台。 这一次,他的对手比之前强了一些,石头剑仙傀儡,两两之间,也是多出了一些配合,不过,对灵雨来说,依然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 五个呼吸之后,这一座擂台,再次便灵雨攻破。 第三座擂台,这些剑仙傀儡的实力,还是没有提升,但彼此之间的配合,变得更多了一些,甚至出现了三只剑仙傀儡的合计阵法。 这一次,灵雨对付起来,便吃力了一些,花费了二十个呼吸的时间,才将这座擂台的剑仙傀儡全都击败。 随后,他继续挑战第四座擂台。 第四座擂台,剑仙傀儡之间的配合更强了,但已然没有对灵雨造成什么威胁,三分钟后,全都被灵雨击杀。 第五座,第六座,第七座。一座座的擂台,便灵雨攻破,而在攻破的过程中,灵雨也渐渐发现了其中的规律。 第一座擂台到第十座擂台,全都是九成剑仪的对手,不同的是,每往后一座擂台,这些剑仙傀儡之间的配合,便会更紧密一些,到了第十座擂台的时候,甚至会出现石头剑仙傀儡的合计之术。 而第十一座擂台到第二十座擂台,全都是九成一剑仪的对手,同样也是每往后一个,这些剑仙傀儡的配合便更强。 以此类推下去,就一百座擂台的敌人,将会是十个达到了九成九剑仪,并且有着完美配合的剑仙傀儡。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概念,就好像将流光四人,若是进入了这最后一个擂台,恐怕连两个呼吸的时间都支撑不下来,就直接被撕成碎片了。 当然,现在的淋雨,距离着最后的擂台,还有很遥远的距离,事实上,从二十一座擂台开始,他闯关的速度,便已经慢了下来。 花了一天的时间,他才将剑仪提升到九成三,闯过了第三十座擂台。 两天后,他击败第四十座擂台的敌人,剑仪达到了九成四。 五天后,他闯过第五十座擂台,剑仪晋升九成五。 十五天后,他通过第八十座擂台,剑仪达到九成八。 二十三天后,他的剑仪晋升九成九,击败九十座擂台的敌人。 嗯。某一刻,淋雨突然心生感应,马上,他能在剑塔内带的三个月时间便要到了,他还剩下的时间,只剩下区区几分钟而已了。 而现在,他还剩下三座擂台没有攻破。 看来,要加快速度了,淋雨微微一笑,收起了木剑,手腕一翻,青铜绣剑,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 最后的三座擂台,每一座擂台的敌人,都是极其的可怕,可淋雨如今的实力,也不是刚刚进入第九层时可以比的。 如今,他的剑仪已经达到了九成九的极致,距离时成剑仪,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之遥。 而且,他的剑仪极其凝裂,没有丝毫的虚幅,根基可以说无比的扎实。 在不断的战斗中,他的掠影、车锋部,也都提升到了大成的阶段,宇木这一招,也是达到了中成的阶段。 跟那时候的他比起来,他的实力,简直是提升了好几倍。 现在,若是再让他跟江流光四人交战一场,只需要一剑,他就能将江流光四人全都轰杀。 但笑一声,灵雨踏上第九十八座擂台,手持青铜绣剑,一剑挥出。 雨墨,轰隆。 万千道剑气凝结而成的雨丝翻涌倒卷,覆盖了整个擂台,擂台上的石头剑仙傀儡,刹那间便被轰成了碎片。 随后,是第九十九座,第一百座擂台。 当第一百座擂台被灵雨攻破的时候,一颗晶莹剔透,流光闪烁的剑破,便从道场的深处飞了出来,直接融入了灵雨的身体中。 轰。 刹那间,灵雨的灵魂轰隆一声巨响,开始了深层次的蜕变。 第四十五章竟然是他第四十五章竟然是他。 轰隆。 一声开天辟地般的巨响,灵雨的灵魂急剧地颤动了起来。 他的灵魂深处,一柄小剑的虚影,疯狂地开始汲取灵雨灵魂的力量,每汲取一丝力量。 这小剑的虚影,便变得凝视一分,终于,这一柄小剑,变得真正真实起来。 剑魂,成,剑魂的诞生,意味着灵雨终于彻底地掌握了十成的圆满剑意。 这一刻,是一个彻底的蜕变。 在此之前,无论是从三成剑意,提升到五成剑意也好,从五成剑意提升到七成剑意也好, 甚至从九成剑意提升到九成九剑意,都只是量的提升,实际上的差距,依然是极其有限的。 可从九成九的剑意,提升到十成剑意,这却是一个本质的飞跃。 这一刻,灵雨对于剑的掌握,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 它仿佛可以控制方圆树里之地所有的剑,它可以感应到剑的呼吸,剑的脉络,可以感受到剑的生命存在。 这,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客,一个真正的剑修。 在一个掌握了圆满剑意的剑客面前,即便是拥有九成九的剑意,也会遭到全面的压制。 这便是本质上的区别,重生四个月的时间,终于达到了这一步。 灵雨睁开眼睛,面色有些激动,但很快,就化为了剑意之色,难难道,圆满剑意,也只是一阶而已。 接下来,我的目标,便是冲击十阶剑意,恢复,超越我当年的实力。 对于普通的剑修来说,达到圆满剑意,便已经是足以无比骄傲自豪的事情了。 但灵雨却很清楚,所谓的圆满剑意,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。 圆满剑意,其实也只是一阶剑意而已,在此之上,还有十阶剑意,甚至十阶剑意,也不是见到的终点,在十阶剑意之上,依然还有更高的领域。 只是刚刚达成一阶剑意而已,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 收敛心思,灵雨心念一动,感受着身体内发生的新变化,在达到一阶剑意的同时,灵雨的境界,也从先天巅峰提升到了真元前妻的境界。 达到真元前妻之后,再加上一阶剑意,撤风部,热影,羽木等等手段,就算是回到了外界,没有了剑塔世界的力量加持,灵雨的实力,依然也足以与真元巅峰的舞者抗衡。 就算是面对伦海前妻的强者,他虽然不是对手,但想要逃脱,也没有丝毫的问题。 接下来,该离开剑塔世界了。 灵雨淡淡一笑,身形,便是瞬间在原地消失了。 外部。 剑塔周围,九名黑衣之士,以及那印光长老,盘坐在剑塔周围,一个个面色肃然,极其严肃。 今日,正是剑塔重新开启的日子。 这一批进入剑塔的弟子,表现可以说是极其的优秀,第八层,第九层都有人登上,可以说,是近十年以来,表现最好的一次了。 因此,对今天这个日子,这些长老,只是,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。 翁!突然,剑塔世界的第五层,突然如水波一般蠕动起来,随后,陆陈明模样狼狈,从剑塔中被传送了出来。 当日,被灵羽削去一只手臂之后,陆陈明虽然勉强保住了一命,但实力,却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,接下来的时间,只能在第五层中勉强生存,别说提升实力了,能保住性命,便已经是极其幸运了。 随后,剑塔第六层,柳千情与一名魁梧青年的身形,也是被传送了出来。 跟陆陈明比起来,柳千情的实力更强一些,在此之后,倒是将剑意提升到了六层,进入了剑塔的第六层,而那名魁梧青年,则是此次进入剑塔中,实力第七的弟子,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跟灵羽接触过的弟子。 长老!陆陈明三人一传送出来,便看到了他们面前的印光长老,这一看,他们不由地吓了一跳。 金袍长老!这可是玄剑宗真正的高层,就算是真传弟子,都不敢在金袍长老面前放肆,可现在,一名长老,竟是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 难道?他们心中生出一个念头,立刻朝着剑塔望去,这一看,便是同时脸色大变。 剑塔的第九层竟然亮着,竟然有人进入了剑塔的第九层。是谁?不等他们心中猜测,第七层中的张矮虎,也被传送了出来。 跟陆陈明等人的第一反应一样,看到印光长老的时候,张矮虎先是愣了一下,旋即立刻朝着剑塔望去,这一看,他的脸色也是猛的一变。 翁,就在这时,剑塔的第八层,终于急速闪烁了起来,随后,忽炎赞的身影,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,伦海前妻。 看到忽炎赞的第一眼,印光长老的眼中便是爆出一阵神光,而其余的九名黑衣之士,也是同时站了起来。 从忽炎赞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来看,忽炎赞的实力,很明显是达到了伦海前妻的境界。 要知道,在玄剑山中,只要达到了伦海境的实力,便有资格成为真传弟子,很显然。 从这一刻起,玄剑山,又多出了一名真传弟子。 好,很好。 印光长老的脸上,浮现出一丝笑容,望着忽炎赞,微笑道,忽炎赞,你做得很不错。 等等。 就在这时,一名黑衣之士脸色突然猛的一变,望向剑塔的第九层,惊鹤道,第九层,第九层的人还没有出来。 什么,听到这话,众多黑衣之士脸色纷纷一变,全都再次望向剑塔,果然,这个时候,剑塔的第九层,还是依然亮着光芒。 这,一众黑衣之士的脸色顿时变了,对视一眼,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来。 在他们看来,能够进入剑塔第九层的,肯定是忽炎赞无疑,因此,在忽炎赞出来之后,他们便直接没有再关注剑塔了,可现在,他们才知道,原来进入剑塔第九层的并非是忽炎赞,而是另有其人。 难道,真的是江流光那家伙?在一群黑衣之士惊异不定的面色变换下,剑塔的第九层塔身,突然闪烁起来,随后,凌羽的身影,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 什么?竟然是他,这一刻,除了忽炎赞之外,陆成明等人,所有的黑衣之士,甚至是金袍长老,全都露出了震惊无比的神色。 第四十六章站在封尖浪口之上,第四十六章站在封尖浪口之上。这一刻,在场的所有人,全都被震惊到了。尤其是那九名黑衣之士,一个个更是脸色长红,一副无比尴尬的样子。 在之前,他们断言凌羽肯定是早就死在了剑塔前三层,能够登上剑塔第九层的,只有可能是忽炎赞,或者是江流光,可结果,最终踏上第九层的,却是他们眼中早就成了死人的凌羽。 这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,仿佛是在打他们的脸,让他们的脸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震惊的不仅是九名黑衣之士,还有陆成明等人,一个个更是惊骇欲绝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虽然他们都在凌羽的手中吃过大亏,但他们一直都认为,凌羽也只能是在剑塔内呈呈威风罢了,等出了剑塔,恢复原本的境界之后,他们想收拾凌羽,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 可现在,凌羽竟然登上了剑塔的第九层。在玄剑山历史上,每一个踏上剑塔九层的弟子,无一例外,全都掌握了真正的剑意,每一个,都是宗门极其重视,大力培养的人物。 也就是说,从这一刻起,凌羽的身份已经与他们截然不同,他们再想要去对付凌羽,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。 这个结局,让他们不敢相信,也无法接受。 剑意。 就在这时,阴光长老略显激动的声音,突然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,好!很好!我玄剑山,终于又多了一个,拥有真正剑意的弟子了。 哄,听到这个声音,陆陈铭等人在此浑身一震,脑海中仿若有一道惊雷划过。 玄剑山的长老,每一个都是拥有真正剑意的超级强者,他们的判断,是绝对不可能有错的。 也就是说,凌羽确实是已经拥有了真正的剑意。一个刚刚突破到真元镜的弟子,竟然便掌握了真正的剑意。 嗯。突然,阴光长老仿佛是想到了什么,脸色猛的一阵变换,突然一挥手,道,你们几个,先都出去吧。 刷,他手掌一挥,一股力量便是笼罩了凌羽等人,瞬间将他们传送出了剑塔所在的山谷。 硬光长老,你这是怎么了?见到硬光长老突然变换的脸色,几名黑衣只是愣了一下,不明所以地道,宗门星出现了一个,掌握建议的天才弟子,这应该是好事才对啊,你怎么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,我不是不开心。 硬光长老摇了摇头,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苦笑,道,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,这凌羽,既然掌握了真正的建议,按理应该将他晋升为真传弟子,可这小子的修为,也着实太弱了一些。 这,听到硬光长老这话,一群黑衣只是顿时反应了过来,面色一个个立刻变得怪异起来。 没错,这个凌羽的修为,才只是真元前妻而已,这样的境界,就算是放在那门弟子中,也只是勉强够格而已,若是成了真传弟子,这岂不是彻底乱套了? 其余的三十六名真传弟子,就算加上忽延赞,其中最弱的也是伦海前妻的修为,若是让一个真元前妻的弟子与他们并列,如何让这些人服气? 这凌羽还真是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,硬光长老,这凌羽是我让他进入建塔的,我想对于他的安排,我应该有提点建议的资格吧。 就在这时,一道淡淡的声音,突然响了起来。 旋即,一名背负长剑,面色淡然的金袍老者,便是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 应真长老,见到这名金袍老者的出现,九名黑衣只是脸色七七一变,立刻跪拜下去,露出无比恭敬的神色,就连那硬光长老,都是微微弯了弯腰,表现出尊敬的姿态。 虽然同样是长老,但不同长老之间的地位,依然是有着很大的区别。 像是阴光长老,只是灵府中期的修为,在所有长老中排名只是中下而已,可应真长老,却是灵府巅峰的境界,在十九名金袍长老中,都足以排入前三。 与此同时,这些黑衣只是也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当初还只是先天后期的淋雨,就能够进入建塔,原来,这是应真长老的安排。 想到这,他们不由在心里默默感叹,这应真长老,不愧是灵府巅峰的强者,不仅实力强横,就连眼光,也是如此的犀利。 应真长老,你打算怎么安排这淋雨? 行礼过后,应光长老面色肃然,向应真长老发问道。 很简单。 应真长老淡淡一笑,道,将他提拔为那门第一弟子,享受真传弟子的待遇,并且封其为蛮荒大山一带巡查使。 什么?听到应真长老这话,应光长老脸色猛的一变,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好半天,才忍不住道,应真长老,你这是认真的。 你这么做,恐怕会在宗门内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暴啊,我就是要掀起一场风暴。 应真长老淡然一笑,道,所谓真金还须火炼,我就是要让这淋雨,站在封尖浪口之上,看看他到底是真龙,还是扶不起的烂虫。 说完,应真长老的身形,便是直接在原地消失了。这,望着面前空白的大地,应光长老忍不住苦笑一声。 同为长老,他很了解应真长老的作风,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的,但实际上,应真长老却是极其强势的一个人,他下定决心的事情,就算是宗主也无法改变。 既然应真长老这么说了,这件事也就等于是下了结论。 灵雨,得到应真长老的关注,对你来说,也不知道究竟是福是火,小子,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风暴中撑下来吧。 摇头一看,应光长老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原地。 很快,一个接一个震撼人心的惊人消息,迅速传遍了整个玄剑山。 一个叫灵雨的新晋内门弟子,在剑塔中闯入了第九层,凝聚了真正的剑意。 灵雨,被宗门着身为内门第一弟子,享受与真传弟子同等的待遇。 灵雨,被宗门委认为蛮荒大山一带巡查时,全权掌握蛮荒大山方圆,数十万里之地的一切事物。 整个玄剑山,立刻掀起了一场大地震。 第四十七章风暴来袭,第四十七章风暴来袭。 在此之前,灵雨曾经在玄剑山引发过两次轰动。 第一次,是他刚刚拥有半部剑意,进入内门的时候,第二次,是他击败蓝道生,击身玄剑榜的时候,但这两次加起来所引发的轰动,也比不上这次的十分之一。 一个刚刚进入内门不过四个月的弟子,竟然便从半部剑意,达到了圆满剑意的境界。 这种进步的速度,简直堪称是害事惊俗,不可思议到了极点。 但最佳令人震惊的,还是宗门对灵雨的态度。 一个真元前妻的弟子,竟然便直接着身为第一内门弟子,享受等同于真传弟子的待遇。 这在整个玄剑山的历史上,还是头一遭。 不仅如此,这灵雨竟然还被任命成蛮荒大山一带的巡察使,这一点,更是让人大跌眼镜,难以相信。 要知道,这巡察使,可不是一个无用的闲职,他的地位,权力,甚至还要超过了黑衣执事。 一般来说,只有真传弟子才能够担任,而且,还必须得是真传弟子中的佼佼者,换作实力差一些的真传弟子,都无法获得这种资格。 可想而知,这巡察使,是多么有含金量,多么让人眼红的一个职位了,可这样一个职位,却给了一个区区真圆镜的弟子。 整个玄剑宗,无论是普通的外门,内门弟子,还是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,都无法保持淡定了。 修!一座山峰内,一名身穿五彩衣袍,容貌英俊的青年,猛的一剑挥出,这一剑,直接将他面前的一座假山,给轰成了碎片。 该死的!这名英俊青年满脸的猙獰之色,对着山顶咆哮着,宗门到底是怎么想的,竟然让一个真圆镜的家伙,成为内门第一弟子。 一个真圆镜的废物,竟然爬到了苍云天的头上,我不能忍,我不能忍啊,苍云天,本是玄剑山内门第一弟子,享受着内门最好的待遇,可现在,这个名头被宗门直接收走了,给予了一个真圆镜前妻的弟子,这让苍云天几乎发狂了。 就算那凌鱼拥有着真正的建议,可他毕竟只是一个,真圆前妻的废物而已,这种人,有什么资格爬到他的头顶上去? 内门,一间豪华的宅院。 砰!楚天摇脸色铁青,抓起手中的琉璃茶盏,便丢了出去,一声催响,这一把价值万两百银的琉璃茶盏,便直接被摔成了碎片。 凌鱼!凌鱼! 他满脸铁青,一声咆哮着,想不到,才几个月的时间,你就成长到了如今的境界。 我真后悔,当初没有一剑杀了你,在楚天摇第一次见到凌鱼的时候,凌鱼还只是先天前妻而已,那时候,凌鱼在他眼中,不过是蝼蚁一样的存在而已,可转眼间,他眼中的蝼蚁,却是已经远远将他甩到了后面。 在凌鱼还没有掌握圆满建议的时候,就能够击杀比他还强一些的蓝道声了,如今,凌鱼已然掌握了圆满建议,岂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击杀。 这一刻,他真的无比后悔,当初没有亲自进入陈雾山脉,将凌鱼杀死。 天摇,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? 就在这时,一道低沉的声音,突然响了起来,旋即,一个身穿红袍,面带杀气的高大青年,便是出现在了楚天摇面前。 大哥,见到红袍青年的身影,楚天摇顿时面露惊喜之色,你出关了,这个面带杀气的红袍青年,正是楚天摇的大哥楚天歌,玄建山的真传弟子,伦海静的强横存在。 嗯,楚天歌点了点头,淡淡地道,我这一次闭关半年,终于成功突破到了,伦海中期的境界,如今,我的实力就算是在真传弟子当中,也能够排入中游了。 太好了。楚天摇立刻大喜过望,楚天歌,是他在玄建山中立身的依照,如今,楚天歌达到伦海中期境界,他在玄建山的地位,自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 想到这里,他眼中突然闪过一道阴冷之色,连忙叫喊道,大哥,你可一定要为我出头啊。 接着,楚天摇迅速地将凌羽的事情,全都讲了一遍。哦,听完楚天摇的话,楚天歌眼中闪过一道,饶有兴趣的神色,低沉道,想不到我闭关的时候,玄建山竟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。 福叔,你出来。话音落下,一个身材枯瘦,形如鬼魅的灰衣中年,突然出现在楚天歌身后。 这个淋雨,虽然掌握了真正的建议,但毕竟只是真元前妻而已,实力再强,也强不到哪里去。 楚天歌面带杀气,沉声道,福叔,你替我将那小子杀了,记住,一定要把他的尸体给带回来。 是。灰衣中年点了点头,身形一闪,如鬼魅一般,刹那间便消失不见。 玄建山后山,有一座山峰,山峰顶部,有一座竹园,竹园内,有一名身穿麻衣,踩着一双草鞋,面容普通的青年,青年手上,有一根竹子,他拿着这根竹子,在地上胡乱涂画着,画出来的东西杂乱无章,就好像是小孩子的涂鸦一般,显得有些滑稽可笑。 可站在青年身后的竹园虎,却是丝毫不敢笑,因为,站在他之前的,乃是真传弟子排名第七的强者,竹园一。 竹园虎,你知道的,就只有这些了吗?竹园一面色温和,一边在地面上涂画着什么,一边轻声细语地说道。 师兄,我知道的真的就只有这些了。竹园虎面色俱谨,大气都不敢出一下,战战兢兢地回答道。 既然如此,你去吧。竹园一点了点头,神色平静,茉莉良久,似乎是在沉思着什么,半嗓,他手腕突然移动,在地面上几个笔画,赫然是写了一个沙字,不管如何,在有心人的推动下,凌羽这个名字,已经传遍了整个玄剑山,不知不觉间,一场针对凌羽的风暴,已然是悄然酝酿了起来。 第四十八章动身第四十八章动身,让我成为第一内门弟子,黛玉等同真传弟子,并且担任蛮荒大山一带巡查史。 就在整个玄剑山沸沸扬扬的时候,凌羽也收到了来自宗门的任命。对于前两个消息,凌羽一点也不意外。一个才十六岁,刚刚达到真元净,便能够拥有圆满建议的弟子,放在整个万灵州,都堪称是超级天才,做一个玄剑山的真传弟子,绝对是绰绰有余。 但直接让凌羽担任蛮荒大山一带的巡查史,这一点,就连凌羽自己,也是感受到了一丝震惊。 要知道,巡查史,在整个玄剑山中,都有着极高的地位,只要成为了一帝的巡查史,那么当地的所有一切宗门事物,便当将由巡查史全权负责,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土皇帝,土霸主。 一般来说,只有真传弟子中的佼佼者,才有资格成为一帝的巡查史,他的地位,几乎仅次于金袍长老之下,是玄剑山真正的中高层人物了。 而蛮荒大山,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。 对于这个地方,凌羽并不陌生,因此,他这具身体的家乡灵石镇,便是处在蛮荒大山方圆万缕之内。 这蛮荒大山,据说在蛮荒时代便已经存在了,占地极其广阔,资源极其风貌,在这里,外界极其难得一见的灵宝,虽说谈不上是随处可见,但数量却也不少,经常有运气好的武者,能够在大山内得到灵宝。 除了灵宝外,各种天地灵才意识极其丰富,只要机缘,实力足够,便能很轻松地获取。 可以说,这蛮荒大山绝对是一个上好的修炼宝地。 当然,这样一个宝地,其危险性自然也是极高,蛮荒大山内的妖兽,实力往往比外界的妖兽,要强出至少三成,普通的武者,很容易便会被妖兽撕成碎片。 即便如此,这蛮荒大山的巡查史,也绝对是一个肥差,一般来说,只有排名前几的真传弟子才能担任,可如今,这个植物却落到了灵宇的身上。 看来,宗门这实在有意考验我了。摇摇头,灵宇很快就猜测出了宗门的意图。 同样一个宗门,培养不同弟子的方式,也是定然不一样的,对于一些普通的真传弟子。 宗门虽然重视,但也只会用普通的方式培养,可对灵宇这样的天才来说,普通的培养方法, 肯定是不适用的。这种级别的天才,必须要让他们时刻处于压力之下,扛不住压力,那也就是个普通的真传弟子而已, 可若是扛住了压力,未来却是有可能一飞冲天,成为整个宗门的支柱。 猜到宗门的意图后,灵宇摇了摇头。若是换成了普通人,碰上这种情况,或许的确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, 可对他来说,这点压力,连让他内心产生一点波澜的资格都没有。 既然如此,去领取了真传弟子的资源,便动身前往蛮荒大山吧。 随手将宗门的委任令放在一旁,灵宇站起身子,朝着宗门大殿走去。 对于宗门,灵宇本身便没有太多的牵挂,唯一的朋友呼言赞,也在成为真传弟子之后, 进入了宗门的秘境闭关修炼,短时间内不会出关,而灵宇自己,也不是托尼带水的人。 既然受到了任命,那便直接出发吧。 一刻钟后,灵宇进入了宗门大殿,你就是灵宇吧。 见到灵宇,大殿内的黑衣只是脸上浮现出一丝客气的笑容, 道,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,我还以为你要再等几天呢,来,这些便是真传弟子的资源。 说话间,他手掌一挥,一件法袍,一块灵牌,一枚戒指,一块令牌,便是出现在了灵宇面前。 不得不说,玄剑山对真传弟子的待遇,的确是极好,那一件法袍,便是一件三平顶级的灵器,一旦穿上之后,水火不清,尘埃不染,可以轻松抵挡轮海境以下的任何攻击。 这样一件法袍,若是放在外界,起码价值数十万银两,可在玄剑宗,却是真传弟子的知识标配。 那一块灵牌,同样也是好东西,凭借这一块灵牌,可以前往宗门马救院,领取一匹赤血宝马。 这赤血宝马,本身便是一种三街妖兽,日行九千里,夜行三千里,可以说是赶路的上等座棋,放在外界,价值也是至少能够达到十万银两以上。 而那一枚戒指,当中则是有着五万两银子,此外,还有着一百块的下品零食。 零食,乃是比银两更高一级的货币,也是专门针对五者的货币,很多宝贵的功法,五级,资源,价值极高,都不是银两能够衡量的,这种时候,就必须要用零食来交易了。 零食,划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级品四个层次,一块下品零食,便相当于一百两银子,而一块重品零食,则相当于是一百块下品零食,以此类推,每一个等级之间的对率,都是达到了一比一百。 当然,这只是理论上的对率,实际上,一块下品零食的价值,远远不止一百两银子,至少也能换到一百一十,甚至是一百二十的银两,而高品质的零食,兑换低品质的零食,对率甚至还会达到更高的程度。 五万两银子,一百块下品零食,虽然不算很多,但也不算少了。 毕竟,宗门的意图在于培养弟子,而不是去当保姆,宗门能够给弟子一些起步的资源,但想要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,却只能靠弟子自己了。 至于那剩下的一块令牌,则是巡查史的象征。 收好法袍,领牌,戒指,令牌,领羽旋即便去了宗门的马就院,领了一匹赤血宝马。 这赤血宝马一身火红,浑身的皮肤如跳跃的火海一般,极其惹人注目,而换上法袍之后的领羽,更是显得极其清秀俊逸,这一人一马合起来,当真是仙衣弄马,无比炫目,好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。 驾!领羽淡淡一笑,手持马鞭,猛地一挥,当即,那赤血宝马便长银一声,四肢马蹄飞快地滑动起来,如火焰一般冲了出去。 一人一马,便是踏上了前往蛮荒大山的旅程。第四十九章到底是谁杀谁?第四十九章到底是谁杀谁? 转眼间,距离领羽从玄剑山出发,便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。 领羽的第一站目标,自然便是零石镇,他自己家族的所在地。 不管如何,他既然占据了这一具身体,有些责任便必须要承担,而家族对舞者来说,便是一个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 有赤血宝马在,领羽赶路的速度极快,只是三天的时间,便已经前进了三万里的距离。 距离零石镇,只剩下两三天的路程了。 这一日,在领羽的面前,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谷。 这一座山谷,极其狭窄,仅容两三人同时通过四周的山壁极其陡峭,如同笔直垂直下来。 就算是舞者,也难以攀岩。 这座山谷的名字,叫做天谷谷,是玄剑山附近一座有名的险地,经常在这里发生杀人夺宝的事情。 而此刻,天谷谷的谷口处,赫然端坐着一名身穿五彩衣袍的英俊青年。 嘘,见到这英俊青年,领羽目光一闪,手一千将绳,赤血宝马的脚步便停了下来,立在距离谷口几十米处的地方。 领羽,你终于来了。 那英俊青年,猛地睁开眼睛,目光中爆射出一股寒光,冷笑道,我苍云天,可是已经等了你很久的时间了。 苍云天。 听到这个名字,领羽眉毛微微一挑。 这个名字,他倒是听说过,在他成为玄剑山第一内门弟子之前,这个头衔,本身便是属于苍云天的。 此人的实力,据说早就达到了真元巅峰,距离伦海境,不过只有一步之遥而已,也算是一个天才人物。 不错。 苍云天冷然一笑,道,领羽,我不知道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,竟然掌握了剑意。 不过,就算如此,你也只是一个真元境的废物而已,有什么资格成为内门第一弟子。 今天,我就要与你一战,让你知道你除了剑意之外,其他的,压根就是一无是处。 说得好。 苍云天话音刚刚落下,领羽还没答话,一道嘶哑的声音,便是突然响了起来,旋即,一名形如鬼妹的灰衣中年男子,陡然出现在了谷口附近。 灰衣中年朝着苍云天点了点头,淡淡地道,苍小友,你的话说得不错,这领羽除了剑意之外,其他的确是一无是处,不过,很可惜,今天却是不能让你与这领羽一战了。 旋即,他望向灵羽,嘶哑道,灵羽,我家主人对你很感兴趣,特意让我前来,将你的尸体带回去,让他好好研究一番。 咦?灰衣中年话音刚落,又是一道清朗的声音,突然响了起来,我竟然已经来晚了,看来,对这灵羽感兴趣的人,还真是不少啊。 话音落下,一名清秀的少年,便是从谷口缓缓降落而来。 司马旺,苍云天脸色微微一变,这个司马旺乃是原先的那门第二弟子,虽说是第二, 但实际上,实力跟他并没有多大的差距,真要比拼起来,谁胜谁负还不好说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个司马旺乃是真传弟子竹无依的追随者,凭借这个身份,就算是排位靠后的真传弟子,都不敢招惹这司马旺。 苍云天,还有这位大叔。 司马旺微微一笑,目光落到了灰衣中年的身上,微笑道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你应该是楚天歌的人吧。 可惜,这个淋雨的尸体,竹军大人看上了,你还是请回吧。 嗯。 灰衣中年眉头一皱,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,竹军竹无依,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茶,就算是他的主人楚天歌,也是十分的忌惮,这下子,他立刻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。 你们几个,锅造了这么久,也该把路让开了吧。 就在这时,一道淡淡的声音,突然是响了起来,而这道声音一出,顿时让司马旺三人的脸色同时一变。 原来,这说话的人,赫然便是灵雨。 放肆。 司马旺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,冷冷地望了灵雨一眼,道,灵雨,我们几个在说话,你有什么插嘴的资格? 你不过是一个出入真原境的废物而已,就算是拥有圆满的建议,也仍然是个废物,我们三人,无论谁想要杀你,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,这个时候,你竟然还敢打断我们说话。 不错,灰衣中年的脸上,亦是浮现出森森的杀意,在他看来,这一次的任务,杀一个区区真原前妻的灵雨,根本不是什么难事,真正的难点在于,怎么跟司马旺争夺灵雨的尸体,可现在,他眼中的一具尸体,竟然还敢率先挑起来。 这简直就是找死。我看,我们还是先杀了这个灵雨,再来决定,怎么分配他的尸体吧。灰衣中年宁笑一声,突然一掌轰了出来。轰!他这一掌轰出,真原巅峰的力量彻底爆发,雄魂的真原,凝聚成一道巨大的漆黑掌印,其中阴气,杀气缭绕凝凝结在一起,散发出无比恐怖的力量,直接朝着灵雨当头镇压了下去。 米粒之光也放光滑。然而,面对这一掌,灵雨脸色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,他摇了摇头,神色平静,无比随意的一剑挥了出来,略影。 咻!这一剑挥出,只见得剑光一闪,灰衣中年轰出的掌印,直接就被撕裂了开来,随后,便听见一道惨叫声,猛地响了起来。 啊!那灰衣中年惨叫一声,一条手臂,竟是直接被斩了下来,那一边的衣袖,直接是变得空荡荡的了,只有鲜血,不住地从中喷射而出。 仅仅一剑,灰衣中年便被斩断了一只手臂。不过如此而已。灵雨神色淡漠,在剑塔内,他将建议提升到了时程的圆满境界,而修为也提升到了真元前期,掠影、羽目、彻峰部,也都提升了一个境界,这三方面加起来,在真元境这个阶段,几乎是堪称无敌。 灰衣中年虽然也是达到了真元巅峰的实力,可跟灵雨比起来,依然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。 刷,下一刻,灵雨的身形猛然移动,赫然是施展了撤峰部,只见狂风掠动,雷光闪烁,灵雨的身形,便是直接出现在了灰衣中年头顶,而后,毫不犹豫地一箭挥出。 吃!灰衣中年的脑袋,当即便是飞了起来。 第五十章家族危机第五十章,家族危机什么?见到这一幕,司马望与苍云天两人,几乎是吓得惊骇欲绝,魂飞魄丧。 灰衣中年的年纪虽然大了一些,但也是真元巅峰的强者,跟他们处在一个境界上,而且,正是因此灰衣中年的年纪大一些,在经验、武技等方面,反而会比他们略胜一筹。 可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里,这灰衣中年,竟然便被灵雨如此轻松地击杀了。 这甚至不算是一场战斗,只是灵雨单方面的碾压而已,一箭便断了灰衣中年的一臂,第二箭,便直接杀了灰衣中年。 怎么可能?这一刻,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就算灵雨掌握了时辰的圆满建议,堪称是见到的绝世天才,可以真元前期的境界,轻松斩杀真元巅峰的强者,这也太不可思议,太为归常旅了。 现在,你们可以让开了吧?就在这时,灵雨轻飘飘的声音,再度响了起来,就在他们发愣的时候,灵雨竟然已经回到了原地,坐在赤鞋宝马上,好整以侠地看着他们。 灵雨,你不要猖狂。司马望脸色一变,冷哼道,你可知道,我是逐君逐无一的人,逐君大人,他乃是真传弟子排名第七的强者,他既然注意到了你,无论如何,你是都不可能躲过他的手掌心的。 你若是有自知之明的话,我劝你现在还是立刻自裁吧,如此,你还能有一个痛快。 逐无一。灵雨眉头一扬,对于这个人,他倒是有一些印象。 忽延赞在进入宗门秘境闭关之前,曾经跟他有一番交谈,向他介绍了玄剑山的所有真传弟子,而逐无一,便是忽延赞着重介绍的几人之一。 此人表面上在真传弟子中排名第七,但其真正的实力,却是深不可测。 据说,就算是排名第四的真传弟子,都曾在他的手上吃过一次大亏,他的真实实力,应该足以排入真传弟子的前三。 而且,此人的心机极为深沉,且极为强势,一旦决定的事情,不择手段都要完成,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人物。 不过,那又如何? 灵雨省笑一声,手腕突然一翻,猛的一剑挥出。 掠影。 剑光闪烁,刹那间便贯穿了司马旺的胸膛,在司马旺不敢置信的目光下,直接夺去了对方的生命。 这,见到在司马旺说出竹无一之后,灵雨依然是说动手就动手,毫不犹豫地杀了司马旺,苍云天的脸色是真的变了。 无论是灰衣中年,还是司马旺,实力都丝毫不逊色于他,背景更是远远超越了他,可现在,这两人都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,这个时候,他哪里还敢再跟灵雨动手。 逃。当即,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变逃,浑身化为一道五彩光芒,刹那间,便消失在了灵雨的面前。 见到这一幕,灵雨摇了摇头,并没有追上去。一来,这个苍云天的实力不强,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威胁,二来,这苍云天已经被他吓住了,失去了对付他的勇气,饶了此人一命,也算不得什么。 驾!他一挥马鞭,坐在赤鞋宝马上,化为一道火红色的流光,直接进入了天倩谷内部。而在他离开之后几个时辰,两道身影,突然降临在了天倩谷。 其中一人,身穿红袍,面带杀气,正是楚天歌,另一人,身穿麻衣,脚踩草鞋,面容极其普通,手上拿着一根翠绿的竹子,赫然便是竹无依。 服输,竟然死了。看着地面上的两具尸体,楚天歌面色一变,一股强烈的杀气,从他体内狂涌而出。 以真元巅峰的实力,反而被一个真元前妻的小子杀了,如此废物,死了也就死了。 竹无依面色温和,望了司马望的尸体一眼,声音却是极其淡漠,道,不过,如此一来,我对那个淋雨,倒是更加有兴趣了。 既然如此,竹师兄,我们现在就追上去,把那个淋雨给带回来。 楚天歌眼中凶光一闪,立刻说道,不,不用。 竹无依摇摇头,面色温和,淡淡道,我最近正好有所领悟,打算前往蛮荒大山一趟,反正那个淋雨,迟早也是要去蛮荒大山的,楚天歌,你觉得呢? 听到竹无依这话,楚天歌心中顿时一突。 他知道,竹无依这话,表面上是在询问他的意见,实际上却是在警告他,不得擅自前往追杀淋雨,真要对付淋雨,也只能在蛮荒大山中对付。 甘笑一声,他只能点头道,既然竹兄都如此说了,那我也便去一趟蛮荒大山吧。 灵石镇,灵石镇,坐落在蛮荒大山三万里左右的地方,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是因为在这座小城的中央位置处,有一块巨大的石头,这块石头,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,搬也搬不动,敲也敲不碎,被镇里的人认作是一块神石。 灵石镇虽小,但也是五脏俱全,足有数十万的人口,而灵家便是这座小城最大的势力。 只是,这段时间里,灵家却是愁云惨淡,一副极其摔腿的气氛。 原因,还是出在灵石镇中央的那块巨石上。 一个月前,这块窥然不动无数年的巨石突然亮起了光芒,随后的第二天,这块巨石,竟然吐出了下品灵石。 第一天,巨石吐出了一块下品灵石,第二天,吐出了三块,第三天, 一下子吐出了十块下品灵石,而后每一天,这巨石,都会吐出十块下品灵石。 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,立刻让灵家上下欣喜若狂,第一时间下达了,封锁巨石周围的命令。 可这个消息,终归还是走漏了出去。 一个能每天源源不断,铲出十块下品灵石的聚宝盘,立刻让周围的所有势力,全都坐不住了。 灵家,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地。 此刻,灵家一试听,包括灵家的家主,众多长老,所有高层人物, 全都齐聚一堂,端坐在圆桌附近,一个个面色凝重到了极点。 诸位。灵家家主,也便是灵羽的附近灵站,手指敲了敲桌子,沉声道, 这件事情,大家准备如何处置? 是交出神石,换一个平安,还是拼死一战? 不能交。 一名红脸长老咆哮道,这块神石,已经在我们灵石镇,存在了数百年的时间, 已经成了我们灵石镇的象征。 这种东西,怎么能够交出去,没错。 神石通灵,吐出灵石,这是我们灵家崛起的机遇,怎么能够放弃? 几名长老一愤填膺,一个个长红了脸,拍着桌子咆哮。 但并非所有的长老都是如此冲动,也有冷静的长老,皱着眉头道, 但问题是,若是不交的话,我们灵家一定会被灭族,连家族都没了, 还谈什么崛起?那也不行。 激进的红脸长老立刻咆哮,就算是死,我也不会同意交出神石的。 不好了。一阵长老正争执不休之间,一道惊慌失措的声音,突然响了起来,不好了。 家主大人,青狼镇的人,已经杀过来了。 第五十一章你们灵家全都是废物第五十一章,你们灵家全都是废物。 什么?听到这个声音,灵战,以及一众灵家长老,全都齐齐站了起来。 走,灵战用力一拍桌子,面色冷立,道,我倒要看看,这个青狼镇,究竟想要玩出什么花样来? 说话间,灵战第一个朝着门外走去,而一群灵家长老,同样面带杀气,一个个跟了上去。 转眼间,灵战等人,便率领着一众灵家舞者,到达了灵石镇门口。 灵石镇门口,赫然有一群坐着青狼,浑身充满纹身,就连脸上也是布满了刺青,显得极其凶残可怖的舞者,粗略一数,便有整整数百人。 这数百人当中,最弱的,都有先天境,而最强的领头一人,更是达到了沦海前期的境界。 青狼镇,是方圆数千里之地,极为强横的一个势力。 在神识能够突出下品灵石的消息传出去之后,这青狼镇,便是蹦打得最为厉害的一个势力。 灵战,当头一名中年男子,正是青狼镇的领袖狼藤,他望着灵雨。 那张丑陋的脸上,浮现出一阵猙獰的笑容,宁笑道,天下宝物,有实力者居之,神识这种东西,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灵家能够保住的。 你若是识相,立刻将神识交出来,否则的话,今日,我就让你灵家血流成河,鸡犬不流。 笑话。灵战毫不畏惧狼藤的压迫,冷笑一声,道,我灵家可不是好欺负的,你们青狼镇若是想要在灵家身上咬一口,只怕会崩坏了自己的大牙。 是吗?狼藤身后,一名身材高大魁梧,面容凶恶丑陋的青年,突然骑着青狼走了出来,放声大笑道,我狼笨倒是想要看看,你灵家究竟有什么本事,我看不如这样,你们灵家所有人加起来,有一个算一个,若是有人能够击败我,我们青狼镇的人便立刻退去。 黄口小儿也敢放肆。听到狼笨这话,一众灵家长老顿时怒了,其中,一名红袍长老怒笑一声,率先冲了出来,立刻道,小子, 我现在就杀了你。烈焰掌。轰。红袍长老的实力,达到了真元后期,他这一掌轰出,一团火焰真元,便是从他掌心凝聚而出,轰隆一声,朝着那狼笨狂涌而去。 老东西,你太弱了,还是给我去死吧。见到这一幕,那狼笨只是冷笑一声,随意地一拳轰出。轰。 这一拳轰出,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,顿时潮水般狂暴涌出,瞬间便将红袍长老的攻势轰爆,随后,狠狠地轰在了红袍长老的身上。 啊,红袍长老惨叫一声,腹部出现一个大洞,整个人当即便倒飞了出去,直接便被轰死了。 什么?见到这一幕,一众凌家舞者脸色同时猛然一变。红袍长老,可是真元后期的境界,在凌家也算是前列的强者了,可竟然连着狼笨的一拳都揭不下来,就被直接轰杀了。 狼笨?凌战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,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,面色一变,沉声道,难道你是进了玄清学院的那个狼笨? 万灵州,大大小小的势力成千上万,多若牛毛,根本竖不过来,但其中最强大的势力,却只有五个而已。 其中最强的,自然便是万灵宗,其次,便是灵狱所在的玄剑山,而剩下的三个势力实力则是差不多,分别为玄清学院,灵宝宗,水月洞天。 据说,青狼镇的少主狼笨,在十年前败入了玄清学院,而且发展得也还不错,成为了玄清学院的那门弟子,看来便是眼前这人了。不错。 狼笨傲然一笑,脸上的刺青随着笑容抖动起来,道,我听说,你们灵家也有人进入了玄剑山,不过,都这么长时间了,也没什么动静传来,看来也就是个废物了。 就跟你们灵家一样,上上下下,全部都是废物。放肆。找死。听到这话,灵家一众人全都怒了,当即,便有一名身穿黑袍的长老,一名白袍长老,同时冲了出来,朝着狼笨一拳轰去。 轰。一黑一白两名长老,全都是真元巅峰的强者,联手起来,实力更是无比强横,两拳加在一起,威力堪称是无比的恐怖。 废物就是废物。就算是两个人联手,也依然是废物。 然而,狼笨的脸上,却是浮现出一丝冷笑之色,他忽然取出一个拳套,套在了自己的拳头上,而后,猛的一拳轰了出来,全都给我去死吧。 轰。黑白两名长老七七吐出一大口鲜血,身躯顿时倒飞起来,紧紧一拳,两名真元巅峰的强者,便被全都直接轰杀。 不可能。这不可能。看到这一幕,所有灵家的舞者几乎全都疯了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这黑白两名长老,分别是灵家排名第七,第八的长老,联手起来,实力甚至足以进入灵家前三,可即便如此,竟然仍旧走不过狼笨的一招。 一个青年舞者,怎么可能就强到这种地步? 好一个狼笨,不愧是从玄清学院中,走出来的年轻强者。 灵战面色凝重,连叫了三声好,突然一步踏出,沉声道,接下来就有我灵战,来领叫领叫你的本事。 好。见到灵战出面,狼笨眼中顿时浮现出一丝胸光,大笑道,灵战,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胆量,也更加的愚蠢。 很好,接下来,我只要杀了你,灵家便是彻底完了,去死吧,灵战。 话音落下,他猛的一拳轰了出来。 这一拳,仿若排山倒海,呼啸而来,连空气都凝结了起来,面对这一拳,即便是灵战,也只是勉强挡住,闷哼一声,便倒退了整整七八步。 灵战,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狼笨大笑道,亏你还是灵家的家主,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 我说的真实一点也没错,你们灵家全部都是废物。 接下来,你就给我去死吧。 说完,他猛的又是一拳轰出,直接冲着灵战的脑袋轰去,似乎是要将灵战的脑袋,给砸成稀巴烂。 是吗?就在这时,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,随后,一道剑气闪过,瞬间将狼笨轰出的全径给撕成了碎片。 随后,一名俊朗清秀的少年,骑着一匹火红如血的赤血宝马,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 第五十二章全都呆住了第五十二章全都呆住了。 雨儿。少家主。见到灵雨的突然出现,无论是灵战还是灵家长老,或者是所有普通的灵家舞者,全都是彻底惊住了。 半年前离开灵石镇,进入玄剑山的灵雨,怎么会在这个时候,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?不好。 一愣之后,灵战突然反应过来,面色猛的一变,咆哮道,雨儿,你赶紧跑。 有多远,就跑多远,快,赶紧跑。对。少家主,你赶紧走。 被灵战这么一叫,其余的灵家众人也都反应了过来,当下,一个个面色狂变,纷纷利喝起来。 从现在的局面来看,在青狼阵一伙人的压迫下,灵家肯定是保不住了,这个时候,灵雨,便是灵家能够复兴的唯一希望。 灵雨,能够进入五大势力中,第二强的玄剑山,天赋自然是灵家最好的,只要他活着,就算灵家真的灭了,等他成长起来之后,依然会有重建,复兴的一日。 可现在,灵雨却是偏偏出现在了这个地方。若是连灵雨都死了,那么灵家便是真正的完了。哈哈哈哈,想走。 完了。与灵家众人相反,那狼笨却是猛的大笑起来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 灵雨,你居然主动出来找死,好,很好,青狼阵在进攻灵氏阵之前,自然对灵家的底细探究了个清楚,也知道灵家有一个叫灵雨的族人,进入了玄剑山。 本来,灵雨若是不出现的话,在灭了灵家之后,他们还要想办法,将灵雨给斩草除根,可现在,确实连这个心思都不用动了,可以直接将灵家挤一窝端了。 灵家的废物们,既然你们全都齐聚一堂了,我便做一个好人,送你们全都下地狱团聚吧。都去给我死吧,猛狼拳。 狼笨狂笑一声,猛的一拳轰了出来。这一拳轰出,仿若有一头巨狼咆哮而出,无比猙獰,那巨大的狼头,足有三米多大,一口朝着灵雨吞噬了下来。 糟了。灵战等人面色狂变,只觉得内心一阵绝望,可就在这时,一道淡淡的声音,却是传入了他们的耳中。 弱,太弱了,只见灵雨神色平淡,淡淡地吐出四个字,而后,手中出现一柄木剑,手腕一挥,一道剑气,便是呼啸而出。 咻!刹那间,那一头巨狼的脑袋,便被直接劈成了两半,而后,这一道剑气依然没有停止,直接将那狼笨整个人也劈成了两半。 砰!一道细微的血线,从狼笨的天灵盖上浮现而出,而后迅速向下蔓延,刹那间,狼笨整个人便分成了光滑均匀的两半,同时倒在了地上。 一剑!仅仅一剑,之前不可一视,嚣张跋扈的狼笨,便直接被灵雨劈成了两半。 连我一剑都接不住,也敢说灵家的人都是废物,我看,你才是真正的废物。 一剑秒杀了狼笨,灵雨面色平静,仿佛只是做了一件,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,淡然说道, 这!这一刻,包括灵战在内,灵家的所有人,全都猛住了。 红袍长老,被狼笨一招斩杀,黑白两名长老联手,同样被狼笨一拳轰杀,就连家主灵战,都不是狼笨的对手。 这么一个可怕到灵家所有人绝望的对手,竟然连灵雨看似随手挥出的一剑都接不住,直接就被劈成了两半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是他们眼花了,还是出现了幻觉?可是,面前的一滩血迹,却是分明地告诉了他们,这一切并不是幻觉。 啊!笨儿!就在这时,一道无比凄厉的咆哮声,骤然响了起来,那青狼阵的首领狼藤大叫一声,猛地向前一扑,便抓住了狼笨那凄惨的尸体。 不!这一刻,狼藤的内心仿佛是在滴血,狼笨是他最为骄傲的孩子,才不到三十岁,便成为了玄清学院的内门弟子。 达到了真元巅峰的境界,未来有一天,狼笨超过他,将青狼阵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,那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可现在,这一切都破碎了。 他最为疼爱,最为骄傲的一个孩子,竟然在他的面前,被人给直接劈成了两半。 淋雨!我要杀了你!我要你死!他咆哮一声,浑身释放出无比可怕的杀气,猛地向着淋雨望去,目光中的寒意,几乎可以凝聚成实质。 他猛地一拳轰出,这一拳,将其沦海境前期的实力,彻底爆发开来,连空气都变得凝稠了起来。 这一刻,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,只剩下这一拳的恐怖呼啸声。 不好,刚刚才生出一丝兴奋的灵战等人,心情再一次沉到了谷底,一股良意,从脊椎柱蔓延到全身,浑身上下冰凉到了极点。 这一下,是真的完了。 真元巅峰与伦海前期,看似只差了一个小境界而已,可实际上,却是天与地的差别。 就算灵雨能够击杀狼奔,也绝不可能是狼腾的对手。 这一下,灵雨是真的完了,灵家是真的完了。 雨幕。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,灵雨的脸上,依然没有浮现出任何的慌张之色,她手掌一挥,木剑便消失了,那一柄青铜绣剑,瞬间出现在了她的手心,而后,她猛的一剑,挥了出来。 轰隆。 细细丽丽的细微剑气雨丝,瞬间蔓延起来,刹那之间,便形成一道迷蒙的雨幕,而后倒准而起,同时朝着狼腾呼啸而去。 无数道剑气看似绚烂,实际无比的恐怖,每一道,都蕴含着极其灵力的气息,组合在一起,更是散发着无比强大的气息,摧枯拉朽,仿佛连天地,都能被这一剑给劈开。 砰。 刹那间,狼腾的所有攻势,便全都被万千剑气给摧毁,而后,这无数道剑气趋势不解,竟是朝着她狂飙而出,自若要将她射成马蜂窝。 放肆。狼腾面色一变,猛地连续三掌轰出,可即便如此,她仍然感受到一股无法反抗的力量,瞬间涌入她的身体当中,这一刻,她的身体,不勇猛地倒退了七步。 什么?看到这一幕,灵战等灵家之人,再一次彻底惊呆了。 他们看到了什么?面对着实力达到轮海前期的狼腾,灵羽竟然挡住了对方的攻击,不仅如此,竟然还逼得狼腾倒退了七步。 第五十三章你连给她提鞋都不配第五十三章,你连给她提鞋都不配包括灵战在内,所有的灵家族人,全都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。 温海静与真元静,本来是隔着一道鸿沟般的距离,就算是真元巅峰的舞者,也难以抵挡住温海前期强者的随手一击,可如今,灵羽不仅挡住了狼腾的攻击,还逼得狼腾倒退了整整七步。 这一切,简直是不可思议到了极点。啊,如果说灵家族人是惊的话,那狼腾便是彻底的怒到了极点。 一个区区真元前期的少年,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,挡住了他的攻击,这对他来说,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。 这种羞辱,只有用灵羽的死亡,才能够洗刷。小子,我杀了你,他咆哮一声,沦海前期的实力彻底爆发,真元疯狂弥漫而出,浑身涌动着滔天的气势。 当气势凝聚到极点之时,猛的一拳轰了出来。这一拳,看似普通简单,实际上却是狼腾的绝招,一招黄阶极品的武技,名为镇山拳。 一拳下去,就连一座山,都能被硬生生地震成粉碎。不好。羽儿,快躲开。灵战等人脸色再次一变,武者动用武技,与不动用武技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,完全是处于两个层次的,就算灵羽之前,能够与狼腾对上一招,可当狼腾动用了震山拳之后,灵羽也绝对不可能是对手。 然而,眼看着灵羽就要被这一拳轰中,她的脸上,却依然没有浮现出,丝毫的惊慌之色,反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,各位,看了这么久的戏,也该出来了吧。 哈哈哈哈,灵羽这话落下,一阵大笑声,便是骤然响了起来,随后,三道身影,几乎是不分先后,同时出现在了灵羽与狼腾之间。 轰隆。只见三道身影同时一掌向前拍出,掌风浩荡,刹那之间,狼腾轰出的震山拳,便被直接瓦解了。 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激起。随后,三道身影,展现出了极真实的模样。 当先艺人,是一名轻衣中年人,面带微笑,气度悠然深远,左边艺人,乃是一名红袍黑脸大汉,让人一眼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,又变艺人,却是极其矮小的一名老手,脸上始终挂着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 见到这三人的出现,无论是灵湛还是狼腾,脸色都是同时一变。 原来,这三个人,赫然是方圆数千里之地内,最为强大的三个势力的首脑,分别是左家寨的左千秋,黑龙山的蒋奥武,以及青年镇的青年老手。 这三个人,怎么会出现在此地?见过巡查史?在灵湛与狼腾经意不定的目光下,左千秋微微一笑,望向灵羽,竟是行了一礼,道,巡查史大人如此年轻,便有这等实力,真是让人佩服,佩服。 巡查史?望见左千秋对灵羽如此客气的态度,还有左千秋口中的称呼,灵湛和狼腾已经彻底蒙住了,完全搞不清楚眼前的局势了。 左千秋,可是轮海中期极限的实力,距离轮海后期,也只是一步之遥,在方圆数千里之地,堪称是第一高手,这样一个人,就算是狼腾与灵湛加起来,都不会被对方放在眼中,可此刻,他竟然对灵羽一个小辈如此的客气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看来灵老兄还不知道,令狼的惊人成就啊。看到灵湛脸上的疑惑,左千秋淡淡一笑,道,年仅十六岁,以真元前妻的境界,掌握圆满建议,一举成为玄剑山第一内门弟子,享受真传弟子待遇,并且伪认为蛮荒大山一带巡查史,灵老兄,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孩子啊。 哼!左千秋的这番话,仿若一道惊雷,狠狠地砸在灵湛的脑海中,刹那间,灵湛整个人,都是彻底证住了。 以真元前妻的境界,掌握圆满建议,成为玄剑山第一内门弟子,享受真传弟子待遇,成为蛮荒大山一带巡查史。 这三件事情,随便哪一件事情,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,只有真正的天才人物才能够做到,可如今,这三件事,却全都聚集在了灵羽一人的身上。 他们灵家,竟然出了这么一个绝世天才般的人物。他灵湛,竟然生出了一个如此惊人的天才儿子。 这一切,简直就仿佛是梦幻一般,让他无法相信。 不可能。不敢相信这一切的,不只是灵湛,还有狼腾。 此刻,他那种凶恶的丑脸无比猙獰,彻底扭曲在了一起,咆哮道,我不相信。 就算是我儿子狼笨,也只是成了玄清学院的那门弟子而已,这个灵羽,怎么可能拥有这般成就? 一个小小的灵家,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天才人物? 你儿子狼笨,听到狼腾这话,左千秋身边的红袍黑脸大汉,讲奥武顿时一声吃笑, 狼腾,说实话,无论是你,还是你儿子,连给灵羽提鞋都不配,你还想拿你儿子跟灵羽比? 你想的,也未免太多了吧?你。 听到讲奥武这话,狼腾气得几乎要吐血,一直以来,他都是狂傲惯了,从来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, 可现在,竟然有人说他连给一个小辈提鞋都不配。 这是何等的耻辱?嗯。 见狼腾满脸凶光的表情,左千秋眉头一皱,突然淡淡道,这个狼腾, 看来对巡查史的杀意不小啊,这种人,若是留着,岂不是成了祸害? 讲奥武,轻言牢骚,我们一起出手,将此人杀了,话音还未完全落下, 左千秋三人,突然同时一掌轰出,显然,他们的出手,并不是临时起义,而是早就有了准备。 左千秋三人,每一个都是沦海中期的实力,随便一人,都比狼腾要更强, 再加上三人联手,又是有心算无心的情况,这一下,简直就是砍瓜切菜, 刹那间,便直接将狼腾给轰杀了。 轰!只听得一声爆响,狼腾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喊出,脑海直接如西瓜斑炸了开来, 刹那间,这一个凶名赫赫的沦海前妻强者,便死得不能再死了。 第五十四章能吐出灵石的神石 第五十四章,能吐出灵石的神石狼腾,死了。 灵小友,初次见面,这狼腾的人头,便当作是赠送给你的礼物吧,以庆贺你成为蛮荒大山一带的巡查使。 杀死狼腾之后,左千秋面不改色,仿佛只是做了一件,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,拍了拍手,便微笑着望向灵语。 多谢左前辈了。 灵语淡淡一笑,心中却是不置可否。 修炼了万古长青诀,他的灵魂强度远超普通武者,早就发现了,实际上,在青狼阵的人到来的第一时刻,左千秋三人,便已经隐藏在灵家附近了。 而且,灵语也很清楚,左千秋三人之所以一开始不出手,非要等到他与狼奔,狼腾一战过后才出面,无非是两个原因罢了。 第一,是要掂量掂量灵语的分量,如果灵语真的如同传说中一般天才,他们自然便会出手,赚取一个人情,如果不然的话,那他们便会出手。 也会袖手旁观,甚至是反而针对灵家了。 第二个原因,如果一开始就出手的话,也显现不出他们的分量,只有在灵家最危机的时刻出面,才能凸显出他们这个人情的分量。 因此,别看左千秋三人一副看起来十分客气的态度,但实际上,这三个家伙,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当然,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态,左千秋三人终归是伸出了橄榄枝,因此,灵语也不至于跟这三人翻脸。 当下,几人便是一阵寒暄客套。 灵小友,你刚刚归家不久,想必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,我们三人也不打扰你了,日后有机会,我们再饮酒畅谈一番。 半晌后,左千秋微微一笑,向灵语告辞。 旋即,他与蒋傲武,轻言牢嗖三人,身形便是一闪,刹那间,便消失在了灵语等人的视线中。 左大哥,这个灵语,还真是傲气,三人的速度很快,转眼间便离开了,灵试阵几十里之外,突然,蒋傲武停下脚步,冷哼一声。 道,我们救了他一命,这小子,居然都没有什么表示。 天才吗,难免有些傲气。 左千秋淡淡一笑,道,这个灵语,才不过真元前妻的境界,竟然便能跟狼腾交手一二。 可见天赋当真是惊人,这种人,我们还是不要得罪了为好。 这我也知道,就是可惜了那块神石。 蒋傲武哼了一声,道,灵试阵的那块神石,据说每天都能吐出十块下品灵试,这一年,可就是三千六百五十块下品灵试,等于四十万左右的银两啊。 这等宝物,却归了一个小小的灵家,真是让人不甘心。 那也未必,一直沉默不说话的青言老手,突然嘶哑地开口了,有灵语在,我们自然不能对灵家出售。 可若是他死了呢? 玄剑山,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,这个灵语,年纪轻轻,就成了蛮荒大山的巡查史,肯定有很多人对他不服,他到底能在这个位置坐上多久的时间,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呢? 不错。 左千秋眼中寒光一闪,道,青言老手说得不错,那灵语若是出了什么意外,我们自然不会放过灵家。 不过,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还是好好观望,静观其变吧。 嗯。 蒋奥武,青言老手齐齐点了点头,玄机,三人的身影,便是突然分开,朝着各自的势力所在地去了。 且不说左千秋三人的谋划,灵语这边,灵湛等灵家族人,却是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。 不得不说,今天这一天,给他们带来的心理波动实在是太大了,让他们直到现在,都还难以缓过来。 青狼阵杀来,灵家陷入灭族危机,而后,败入玄剑山近一年的少家主灵语突然归来,并且展现出了击杀狼奔,抗衡狼腾的惊人实力,随后,左千秋等三大势力的首脑出现,将狼腾击杀。 这一切,恍如梦幻一般,让人难以相信。但地面上,狼腾那失去了脑袋的尸体,却是清楚明白地告诉了他们,这一切,并不是梦。 雨儿,我真的没想到,你竟然能成长到这个程度。 好半天,灵湛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,走到灵语面前,用力地拍了拍灵语的肩膀,沉声道,雨儿,你做得很好,我们整个灵家都以你为荣。 是啊,才十六岁的年纪,就掌握了圆满建议,少家主的天赋,恐怕在整个万灵州,都堪称是一流吧。 有少家主在,我们灵家的崛起,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。 灵湛这一发话,灵家的其余人也终于回过神来,纷纷打开了话匣子,一时间,无数的赞誉之声,朝着灵语分勇而来。 望着一众灵家族人,脸上真诚的笑容,灵语心中点了点头。 说实话,他对灵家这个家族,原本是并没有多少归属感的,但在他出现的时候,这些灵家人第一个想到的,是让他赶紧离开,避免被青狼镇的人击杀,这一点,让他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的凝聚力。 不管如何,他这具身体中,留着的是灵家的血脉,这个家族的兴衰也跟他脱离不了关系。 他淡淡一笑,转移开了话题,道,对了,父亲,我们灵识镇,向来都是与世无争,这一次,怎么突然已来了青狼镇的人? 这个,就要说到我们灵识镇中央的那块神石了。 说到这,灵战的表情顿时凝重了起来,这块神石,在灵识镇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,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,可在一个月前,他突然吐出了下品灵识。 一开始,还只是一块,三块,可从第三天开始,便每天能够吐出十块下品灵识,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 就是这块神石,让我们灵家成为了众矢之地。 吐出下品灵识。 听到这里,即便是灵语,脸上也是忍不住浮现出一丝震惊之色。 按理来说,灵识的来源只有一个,便是天地自然诞生的灵识矿脉,可灵识镇中央的那块神石,竟然也能够吐出灵识。 这真是闻所未闻,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。 第五十五章神石中的神女,第五十五章神石中的神女爹,带我去看看那神石。 震惊过后,灵语开口说道,眼见为实,虽然他知道灵识不会骗他,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,他还是要亲自看一眼,才能够确信。 好。 灵识没有丝毫的犹豫,一口答应了下来。 当即,在灵识的带领下,灵识朝着灵识镇的中央广场走去,几分钟后,两人便到达了目的地。 一块巨大的石头,足有五丈多高,三丈多长,矗立在广场的中央,窥然不动,只是立在原地,便给人一种极其厚重,踏实的感觉。 望着这块巨石,灵语的眉头却是不由微微一皱。 在他的记忆中,这块巨石,虽然在灵识镇出力了数百年的时间,但一直都是平平无奇,暗淡无光,没有任何的特色,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,根本无法引起人的关注。 可如今,这巨石的表面,却是始终闪烁着淡淡的光泽,这种光泽,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神异感觉,让人看上一眼,就难以将目光头转开来。 很明显,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,这块巨石,发生了惊人的蜕变。 对了,雨儿,你来的时间倒是刚好,按照往常的规律,这个时间点,正是巨石吐出灵识的时候。 仿佛是想起了什么,灵诈突然说道,话音刚落,那块巨石表面的光泽,却是突然如水波一般荡漾了起来。 哗啦啦,神异的光泽不住的起伏荡漾着,随后,这一块巨石,竟是荡真如张开的嘴巴一般,吐出了十块下品灵识。 竟然是真的。抓起落在地上的那十块下品灵识,仅仅只是扫尸了一眼,灵语的脸上便浮现出一丝震惊之色。 这十块下品灵识,的确是真正切切的下品灵识,不仅如此,它的品质,还要远远超过了普通的下品灵识,达到了下品灵识的极限。 这样一块下品灵识,其价值几乎相当于一块半的普通下品灵识,换作成银两,便可以兑换将近两百银两。 一块神石,竟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吐出这等顶级品质的下品灵识,这种事情,就算是灵语有着两世的经验,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 这块石头,一定蕴含着什么奥妙。 他目光在神石表面上,不断地观察着,想要从中找出这块神石的秘密,可无论灵语如何努力,始终都没有一点的发现。 嗯,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灵语的目光突然一阵恍惚,眼前的场景变得模糊不清,迷迷糊糊之间,他仿佛看到了神石的中央,赫然有着一名女子。 那一名女子,盘西坐在神石的中央,看不清容貌,但却可以看到一头青丝如瀑布般垂洒下来,几乎垂到了地上,他整个人都透露着一股神秘的气息,如同神女一般,给人一种无比高贵,圣洁的感觉。 似乎是感应到了灵语的目光,那一道神女般的身影,突然朝着灵语的方向望了一眼,轰隆。 这一眼,仿佛一道惊雷乍响,让灵语忍不住浑身一个机灵,瞬间从那种恍惚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,再次望去,那一块神石内的身影,已然是消失不见了,神石表面,只剩下那淡淡的神异光泽,仿佛之前的一切,只是灵语的幻觉而已。 但灵语却很清楚,那绝对不是幻觉。 在灵诗阵处立了数百年的一块巨石,突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,在神石的内部,竟然还隐藏着一道人影,这一切,究竟是怎么回事? 对灵语,又究竟是福泽,还是一场劫难?一时间,灵语的神色变得无比凝重,茉莉半赏,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 不管这神石的存在,究竟是福是货,他已经在这里了,且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,都无法将这块石头挪走,更何况,一个能够每天产生灵识的神石,哪怕它存在着一定的风险,灵语的族人也绝不可能会甘愿放弃,毕竟,灵识代表的是修炼的资源,营良易得,灵识难求,面对着这种资源的诱惑力。 没有一个势力可能放弃,灵语同样也不可能。罢了。摇摇头,灵语自语道,车到山前必有路,这神石既然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,便让它继续存在着吧,不过,为了以防万一,还是要做一些措施。 想到这里,他看向灵诈,道,爹,虽然家族的危机暂时结束了,但这块神石在,始终会引起其他势力的觊觎,我看,我们不如布置一个阵法,将神石的气息给封锁起来,也好省去一些麻烦。 布置阵法。灵诈眼睛顿时一亮,立刻道,雨儿,难道你还认识阵法师? 布置阵法封锁神石的气息,这种办法,灵诈不是没有想过,但问题是,虽说比不上地位最为崇高的炼丹师,但阵法师在圣源大陆的地位同样不俗,远远高于普通的舞者,像是灵家这样的小势力,根本不可能请到一位阵法师。 而灵语如今已经是玄剑山的第一内门弟子,蛮荒大山一带的巡察师,或许还真的有可能请到一名阵法师? 不。灵语摇摇头,道,我并没有认识什么阵法师,打算布置阵法的,是我自己。 什么?听到灵语这话,灵战灯时愣住了,旋即,连忙不住地摇头,道,不行,不行。 雨儿,你虽然在舞蹈上展示出了惊人的天赋,但舞蹈,跟阵法之道,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啊,我虽然不懂阵法,但也知道这阵法之道,光是入门便已经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了,而想要布置出阵法来,那更是需要经营无数年的时间,才有可能做到,你才16岁的年纪,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。 我看,你还是去请一个阵法师来吧,以你如今的地位,请一个两品三品的阵法师,应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不必了。灵语淡淡一笑,道,爹,你相信我,不止一个小小的阵法而已,对我来说,并不是什么难事。 你这?哎,好吧。灵战犹豫了好久,最后,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,苦笑道,算了,你小子既然想要尝试尝试,那便由你去吧。 大不了就浪费一些资源嘛,这点资源,我们灵语还是损失得起的。 第56章真的布置出阵法了第56章,真的布置出阵法了。灵战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人,下定决心之后,当下,便是吩咐下去,让人准备灵语所需要的材料。 灵战本身便是灵家的家主,在灵家一言九鼎,地位极高,而这次,需要材料的又是刚刚拯救灵家的灵语,因此,灵家上下的效率倒是极高,仅仅一刻钟的时间,便将灵语所需要的材料,全部准备齐全了。 这些材料,大多都是三品的灵材,加起来,价值足有数万银两,即便是对灵家来说,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。 毕竟,灵家本身也只是个小势力而已,一年的收入,也就是十几万的银两而已,也就是最近出了神识这档事,才变得稍微富裕了一些。 灵语,你需要的材料都在这里了,如果不够的话,我还可以再替你准备一份。 灵语道,当然,也只能再多准备一份了,虽然我是灵家的家主,但做事,也还是要遵守基本的规矩。 放心吧,爹,这一份材料,已经是够了。 灵语淡淡一笑,手掌突然迅速翻动起来,速度快到了极限,竟是产生了一道道的幻影,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 一道淡青色的火焰,忽然从灵语的天灵盖中飞了出来,这一道火焰,蕴含着炽热的温度,仿佛可以将天地间的一切,都轻松地焚烧成灰烬。 灵魂之火。望见这一幕,灵湛的脸上,顿时浮现出一道震惊之色。 他毕竟是一家之主,见识不浅,自然能够认得出来,灵语释放出来的这一道火焰,赫然是霍真价实的灵魂之火。 灵魂之火,只有灵魂天生强大,并且掌握秘法,才能够施展出来,一般来说,只有真正的炼丹师,炼气师以及阵法师,才能够掌控这种火焰。 难道说,灵语这小子,还真的是一名阵法师? 灵湛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期待,但很快,这股期待便迅速熄灭了,他摇了摇头,忍不住露出苦笑的神色,安叹自己想得太多了。 只见灵语手掌翻动之间,打出一个复杂的手印,随后,所有的材料便全都飞了起来,裹成一团,落在灵魂之火的上方,迅速燃烧起来。 乱来,实在是太乱来了。灵湛不断地摇着头,暗暗低叹,他虽然对阵法之道了解的不多,但却知道哪怕是属性再怎么接近契合的材料,彼此之间都是存在着冲突的, 若是放到一起炼化燃烧,轻则完全毁了这些材料的效果,重则的话甚至会产生爆炸,伤到炼化这些材料的人。 就算是在怎么高明强大的阵法时,都要一种种地将材料炼化,随后,通过特殊的手法将炼化后的灵液融合, 可灵语却一下子将七、八种材料放在一起炼化,这种做法,简直是太胡来了。 他摇头一叹,正要劝阻灵语停下来,可这个时候,他的目光却是一宁,整个人忍不住猛的一阵。 原来,灵语这七八种材料,看起来全都是融成了一团,但实际上,若是仔细看的话,这些材料彼此之间,竟然还留着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, 虽然这缝隙极其极其的细微,但确实是真切的存在着。七八种材料,看起来全都是在同时炼化, 但其实,分明是分割成了几个,完全不同的区域,甚至在每一个区域里,灵魂之火的燃烧程度,都是不一样的。 嘶!灵语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,这种炼化材料的手法,他不要说是见过了,就连听,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 可偏偏,这种他从未听说过的手法,却给了他一种极其震撼的感觉,这种手法当中, 仿若蕴藏着某种极其玄傲的天地治理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材料,渐渐在灵魂之火的炼化下,化为了精纯无比的灵液。 哗啦!因此,在占据了这具身体之后,灵语就已经成为了灵家的一部分,那么,对这个家族,增加一些了解,也是理所应该的事情。 一路上,灵家的众多舞者见到灵语,皆是露出了尊敬,崇拜的神色,显然,灵语在玄剑山取得的成就,已经是在灵家内部传了开来。 不知不觉间,灵语转悠到了灵家的演武场。此时,灵家的演武场内,足有数十个身影,灵家的所有小辈,都正在此地修炼,除此之外,还有三名真元净的中年男子,正是这些灵家小辈的师傅。 在三名师傅的带领下,一众灵家小辈,分成了三个团体,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,足有二十几人,练的是剑法,而剩下两个团体,各有十几人,分别练的是掌法、拳法。 啊!是灵语大哥,突然,一群灵家小辈中,一名大约十四岁左右,扎着马尾辫,面容清秀的少女,一眼望见了朝野无常走来的灵语,顿时尖叫了起来。 旋即,他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剑法,蹦蹦跳跳的,几步便冲到了灵语的面前,还着灵语的肩膀,开心地大叫道,灵语哥,好久没见到你了。 是小鹰啊!灵语微微一笑,这个极其活泼的少女,正是他的表妹,灵语。灵语的资质还算不错,十四岁的年龄,已经是达到了后天巅峰的境界,距离仙天境只有一步之遥,这种天赋,放在玄剑山内,也算得上是终上了。 灵语哥,我听说你已经掌握了圆满的剑意,不如你来指点一下我的剑法吧。 灵音水灵灵的大眼睛转动着,突然心思一动,说完也不等灵语回话,便蹦跳着离开灵语身边,抓起手中的长剑,便直接演练起来。 他演练的这一套剑法,是一门黄阶下级的剑术,名为烟语剑法,随着他的长剑不断挥出,一道道剑气缭绕凝聚,空气之中仿佛多出了淡淡的水雾。 嗯,算是达到入门的火候了。耐心地看完灵音演练的剑术,灵语点了点头,道,不过你的剑术当中,有太多的多余动作。 你要知道,剑就是剑,不需要这么多花哨的手段。接下来,你先看我演练一遍。灵语手掌一番,木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心,随后,他手腕抖动,便是施展出了这一套烟语剑法。 同样的一套剑法,由灵语施展起来,便少了许多的动作,但不知道为什么,明明是少了许多动作,可他的剑法,却显得更加美观,如同行云流水一般,让人看着便如木春风,感到十分的舒服。 一道道细微的语丝,随着灵语的长剑挥动,而渐渐浮现出来,渐渐地,灵音等人都沉浸入了一种奇妙的意境当中,仿佛真的置身在江南的萌萌烟语之中。 这种感觉,实在是太美妙了,直到一套剑术结束过了两久,他们才恋恋不舍地从这种状态中回过神来。 哇,太厉害了。 这一刻,众多灵家小辈的脸上,全都浮现出一丝惊叹之色,不知道为什么,明明是同一套剑术,可在灵语的手上,他们却觉得这一套剑术仿佛是有了生命一般。 灵语哥,我也要向你请教剑术,对视一眼,一众灵家小辈,如同恶虎扑式一般,纷纷朝着灵语涌了上去。 第58章老一辈也来请教了,第58章老一辈也来请教了。不要急,一个个来。 对于一众灵家小辈的热情,灵语愣了一下,旋即淡淡一笑,耐心地指点起来。 你的剑,连基础都没有练好,谈什么剑术。 从今天起,你每天需要花上一个时辰的时间,只练习灰剑这一个动作,再花上一个时辰,只练习刺剑的动作,一个月后,你的剑术便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。 你这一招撩火剑,算是有了三成火候了,不过,仍然不够。 所谓撩火剑,讲究的是一个烈火燎原的意境,除了狂暴之外,还要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,绝望感,接下来,你看我演练一遍,好好感悟其中的意境。 迷幻剑,算是一门不错的黄阶下级武技,不过,修炼武技,同样也要根据自己的心性而来,若是违逆了本心,再强的剑术,也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来。 我建议,你应该改修一门堂堂正正,极致攻击的剑术。 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,凌羽不断地指挥凌家的一众小辈,针对他们各自的特点、天赋,分别做出不同的详尽回答。 在这般解答指点的过程中,一群凌家小辈一个个不住地点头,眼貌光芒,不时有所感悟地点点头,只觉得听凌羽指点一番话,比自己闭关修炼一年都强无数倍。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虽说如今的凌羽,只是真元前期的境界,但在前世,他可是锋王巅峰的强者,对于武道、剑道的理解,都达到了近乎登峰造极的程度。 随便指点这些后天,先天舞者一句话,就能让他们终生受益了,更何况是像这样详细具体的指点。 现在,这些凌家小辈还无法感受到,可随着他们的实力增长,越是达到更高的境界,反而越能领会到凌羽此时的指点,是多么的珍贵。 十年之后,凌羽的这一代小辈,纷纷成长起来,成为风云一世的天才舞者,跟凌羽此时的指点,也是不无关系。 在指点的过程中,凌羽也渐渐发现,这些凌家小辈最大的缺点,便是基础不够扎实。 当然,这不仅仅是凌家的问题,在这个时代,几乎所有的舞者,都存在着这个问题,毕竟,在这样一个舞蹈的黄金时代,舞者修炼的速度太快了,放在基础上的心思,自然是极少。 然而,基础这个东西,放在前期还看不出来,可越是到了修炼的后期,便越发的重要。 很多天资横溢的舞者,便是因为基础打滴不够扎实,被迫在某个境界停留许多年,最终泯然中人矣。 因此,在指点他们的时候,凌羽也在不断地强调着基础的重要性。 终于,一个时辰后,凌羽终于将这一批练剑的凌家小辈,全都指点完毕,可还不等他松一口气。 另一边,正在练拳的十几名少年少女,突然同时停下了动作,纷纷朝着凌羽涌来。 看他们一个个眼巴巴的样子,很显然,他们也想要得到凌羽的指点。 摇头一笑,凌羽并没有拒绝,继续指点这些练拳的凌家小辈。虽然说凌羽最擅长的乃是剑道,但五道之路殊途同归,一法通,万法通,以凌羽的眼力,境界,指点这些后天,先天静的舞者,还是没有丝毫问题的。 一个时辰后,这一群练拳的凌家小辈,也一个个收获匪浅,心满意足地让到了一边,各自消化着刚才的收获。 随后,制练长的凌家小辈,同样是花费了一个时辰的时间,凌羽针对每一个凌家小辈,做出了详尽的指点。 这个,凌羽。突然,演舞场上,一名教授拳法的师傅面色尴尬,犹豫良久,才吞吞吐吐吐地开口道,我希望,你也能够指点下我的修炼。 嗯。听到这话,凌羽等凌家小辈愣了一下,旋即纷纷起哄起来。 凌家的家教极言,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,更是尊卑分明,师傅的一句话,那便是一言九鼎,容不得忤逆,平常的时候,这些凌家小辈们,没有少挨师傅的教训,对师傅,他们是又近又怕。 可如今,他们平常丝毫不敢违逆的师傅,竟然放下了脸面,向一个他们的同辈人请教。 虽然从地位上来说,凌羽在凌家的地位,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家主凌战,堪称是凌家的第一人了,可归根到底,凌羽跟他们也是同一代的少年,见到师傅向凌羽请教,他们心中,忍不住暗暗生出一种痛快的感觉。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,在凌羽等人的起哄下,那名师傅老脸一红,但旋即便扳起了脸色,冷哼一声,立刻,便让这些小辈们伏伏贴贴,不敢再起哄了,凌羽,接下来,还麻烦你指点一下我的师王拳。 被凌羽等人这么一闹,那师傅倒也淡定了下来,他道了一句,便面色严肃,全神贯注,猛的一拳轰出,轰隆。 这一拳,仿佛蕴含着一头猛狮,散发着无比狂暴的力量,一拳轰出,仿佛真的有一只狮子扑面而来,令人呼吸艰难,心神恐惧。 嗯,前辈的这一招狮王拳,已经有七八成火候了,不过,狮,乃是百兽之王,除了狂暴之外,还有浓重的威严,这一点,前辈还是要注意一下,还有,在施展拳法的时候,这几个地方,前辈可以做一些调整,凌羽点点头,便开始指点起来。 不过,跟指点灵鹰等人不同,指点着拳法师傅的时候,灵羽并没有说太多其余的事情,只是单纯的对如何最大化,发挥出狮王拳的威力做出了建议。 到了拳法师傅这个阶段,在武道上做出突破,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,与其如此,倒不如将心思放在武技之上,在同等的境界下,发挥出更强的实力来。 随着灵羽的指点,拳法师傅的眼睛越来越亮,半晌之后,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,再次一招狮王拳轰出,而这一次,他这一拳的威力,竟然提升了整整三成。 什么?看到这一幕,剩余的剑法师傅,长法师傅全都惊呼一声,对视一眼,旋即毫不犹豫地舔着脸,向灵羽请教起来。 放在平常,让他们向一个小辈请教,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,可现在,看到灵羽聊聊几句话的功夫,就让全法师傅增强了三成的实力,他们两人,却是立刻便放下了身段。 毕竟,面对实力提升的诱惑,任何人都无法抗拒,转眼间,灵羽便指点完了剑法师傅,长法师傅,可这个时候,灵家的十三长老,突然疯疯活活地闯入了眼无常。 随后,十二长老,十一长老,九长老,五长老,四长老等长老,纷纷出现在了眼无常。 再然后,三长老,二长老,也全都来了。 最后,连灵家的大长老也来了。 除了家主灵战之外,灵家的所有老一辈舞者,全都来向灵羽请教了。 第59章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第59章,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,看着平常一个个高高在上的长老们,此刻全如同一个个学徒般,乖乖地排队等候灵羽的指点, 一众灵家小辈心中先是暗爽,再是麻木,最后却是崇拜。 崇拜,针对的自然是灵羽,作为他们的同辈人,灵羽也只比他们大了一两岁,甚至还比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年纪还要小,可他取得的成就,却已经是他们只能仰望的了。 同样的年纪,他们还在接受家族师傅的操练,而灵羽却已经能够指点所有的老一辈舞者。 这种差距,让他们心生崇拜的同时,却又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动力。 他们不奢求自己能够达到灵羽那样的高度,但他们会将灵羽当作追赶的目标,沿着灵羽的脚步,在舞者的道路上,攀爬到更高的灵羽。 而像灵羽这样的同辈佼佼佼者,更是在心中下定决心,等下一次玄剑山招收弟子的时候,一定要败入玄剑山,以追随灵羽大哥的脚步。 感受到这些少年少女们的眼神变化,灵羽不由的暗暗点头。 一名真正的舞者,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,舞者的道路,注定是不断地拼搏,不断地闯荡,他也同样如此。 他不可能在灵羽带上太长的时间,可只要这些少年,若是成长了起来,灵羽的前途,注定便将是无比的光明。 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,灵羽才指点完了所有的灵羽舞者。 随后,灵羽便离开了眼舞场,回到了自己的住所,开始了闭关修炼。 与此同时,一座山峰上,三道人影聚集在一起,赫然便是左千秋、蒋奥武、青岩老手三人,只是此时,他们三人的脸色,都不是很好看。 这个灵羽也未免太将自己当回事了吧。 蒋奥武面色铁青,低声咆哮道,让我们观摩他布置护宗大阵,还要我们提供材料。 开什么玩笑?他以为他是什么人,还能够布置出护宗大阵来,方圆数千里之地,都找不出一个能够布置护宗大阵的阵法师。 他一个黄口小儿,竟然敢夸下如此海口,狂妄,简直是狂妄至极。 没错,这小子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 青岩老手满脸冷笑,嘶哑道,他自己想要浪费材料,浪费时间也就算了,还想将我们三家跟他绑在一块。 大不了,我们就跟他翻脸,让他一个真元前妻的小子,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 真要惹恼了我们,干脆直接将他杀了。 闭嘴。 左千秋的脸色原本还算正常,可听到青岩老手这最后一句话,目光顿时一寒,毫不客气地何止道,青岩老手,你自己想死,就不要拉上我们。 玄剑山委任的巡查史,是我们能够杀的,我敢保证,只要你动手了,你们青岩镇上上下下,一日之间便会全部死光,鸡犬不留。 哼。听到这话,青岩老手冷哼一声,却也没有出言反驳。 他知道,左千秋这话说得很对,玄剑山,的确不禁止弟子竞争,甚至就算是弟子之间彼此厮杀,玄剑山的高层也是争一只眼,闭一只眼,可这并不代表,他们能容忍其他人对玄剑山的弟子出手。 像是青岩老手这样的人,若是敢对玄剑山的弟子出手,哪怕只是对付普通的那门弟子,都会被直接击杀,并且将其整个家族,势力全都灭绝。 这就是五大势力的强势,若是普通的小势力武者,敢对付五大势力的弟子,那么迎接他们的,便只有一个死字。 好了,这淋雨毕竟是,蛮荒大山一带的巡查史,认真说起来,我们几个都要受到他的节制,他下了命令,我们也无法拒绝。 左千秋面无表情,淡淡地道,蒋奥武,青岩老手,我们就将他需要的全部材料都送上去,我倒是想要看看,这小子,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来?好吧。 青岩老手,蒋奥武冷哼一声,终归还是点了点头。 转眼间,距离灵雨回到家族,已经过去了七天的时间。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,灵雨完全稳固住了真元前妻的境界,并且达到了真元前妻的大成境界。 之所以能够提升得如此之快,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,灵雨借助了下品灵石进行修炼。 灵石,除了作为武者的货币之外,最大的作用便是用来辅助修炼,灵石的品质越好,辅助的效果也变越高。 当然,用灵石来辅助修炼,这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事情,一般的闲散武者,小势力武者,根本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。 就算是玄剑山的普通真传弟子,也只能偶尔用下品灵石进行修炼,一直使用的话,也根本吃不消,用不了多久就会破产。 灵雨能够用下品灵石修炼,也是因为灵家的那一块神石,每天吐出的十块下品灵石,恰好够他一天修炼的需要。 除了灵雨自身的实力提升之外,在这段时间里,整个灵家的实力提升也是很快。 在当日指点了灵家众多武者之后,灵雨又将荒芦炼体术草木剑爵,以及记忆中一批适合修炼的黄街武技拿了出来,这让灵家众人的实力,皆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 尤其是灵雨的父亲,已经达到了真元巅峰的极致,距离突破到轮海前期,已经只剩下灵门一角的事情了。 与而,左家寨,黑龙山,青岩镇的人,已经将所有材料都送了过来,另外,左千秋三元,也都到达了。 这一日,灵湛进入了灵雨的房间,让灵雨的闭关修炼赞告一段落。 我知道了,灵雨睁开眼睛,站起身子,跟随灵湛进入了灵家的迎客厅。 此时,灵家的众多长老,以及左千秋,蒋奥武,青岩老索三人,已经全都端坐在迎客厅内了。 灵小友,几日不见,想不到你的实力,又有所提升了。 一见到灵雨,左千秋的心中便是暗暗震惊,七日前,灵雨的境界还只是刚刚踏足真元前期不久。 短短七天的时间,竟然便已经到了真元前期的大长阶段,这种修炼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。 目光一闪,左千秋哈哈一笑,道,灵雨,你所需要的材料,我们已经全都给你送来了,你想要怎么玩耍,便尽管玩耍好了。 第六十张脸都烧焦了第六十张脸都烧焦了,玩耍。 灵雨摇了摇头,他自然听得出,左千秋话语中的不满,不过,他却丝毫没有将这放在心上。 三位前辈,为了不耽搁你们太多的时间,我们这便开始吧。 站起身子,灵雨率先朝着灵石镇的门口走去。 此时,在灵石镇的门口,赫然堆满了各种材料,其中四瓶以上的材料,就有足足二十多种,而三瓶材料,足有五十几种,三瓶以下的材料,更是有着整整上百种。 这么多的材料加起来,价值至少也是达到了五十万银两,即便是对佐家债、黑龙山、青岩镇这三大势力来说,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 可以说,这三大势力此次真是出了不少血。 嗯,的确都齐全了。 扫了一眼堆着的各种材料,灵雨满意地点了点头,当即,她手掌翻动之间,便打出了一个结印,一道淡青色的火焰,便从她的天灵盖当中飞了出来。 灵魂之火。 看到这一幕,左千秋三人眼中露出一丝意外,显然,他们都没想到,灵雨居然掌握有灵魂之火。 不过,他们也只是意外了一下而已,她所布置的这个阵法,左千秋这些人不认识,那也是极其正常的,因为,她要布置的阵法。 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阵法,而是一种来自末法时代的阵法。 这种阵法,名为幻杀弥阵,是一种复合阵法,结合了幻阵与杀阵两种阵法,一个迷惑,困住敌人,一个杀戮,毁灭敌人,结合在一起,威力更是无比的恐怖。 虽然是一个无品阵法,但这幻杀弥阵的威力,却达到了无品顶级的阵法层次,甚至足以媲美普通的六品护宗大阵的威力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灵雨终于完成了幻杀弥阵的构建。 轰隆!一声巨响,灵雨构建的所有纹路脉络,终于连接了起来,一股庞大的气息顿时弥漫开来,但仅仅只是持续了一个刹那的时间,便完全收敛消失了。 而在场的许多人,包括左千秋三人在内,甚至都没来得及感受到那股庞大的气息。 随后,一道淡淡的光泽,从幻杀弥阵上散发开来,转眼间,就将整个灵石阵周围方圆摆帐的地方,全都覆盖起来了。 阵法布置完了,三位前辈,不知道可有兴趣感受一番。 打完最后一个手印,灵雨收回手掌,旋即望向左千秋三人,淡淡一笑。 试试便试试。蒋奥武哼了一声,大步走了出来。 灵雨所构建的这个阵法,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,这只有两个解释,第一是灵雨本领不经,构建错了阵法,第二,这是灵雨自创的阵法。 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,灵雨布置出的这个阵法,威力肯定都极其有限,就算能笼罩整个灵石阵,肯定也只是中看部中用,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威胁可言。 因此,他没有丝毫的犹豫,傲然一笑,便直接冲入了幻沙迷阵的笼罩范围之内。 然而,他这一冲入,便是整整半个时辰的时间。 半个时辰的时间里,幻沙迷阵内连一点反应都没有,蒋奥武整个人都仿佛泥沉大海了,再也没有丝毫的动静。 怎么回事? 一开始,左千秋雨青岩老手,还能保持平静,可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们的脸色也渐渐的变了,眼中不由地流露出胶着的神色。 蒋奥武,可是伦海中期的强者,可是陷入幻沙迷阵内这么久的时间,竟然还无法闯出大阵。 难道说,正当他们心中生出一种不妙预感的时候,一道身影突然从幻沙迷阵中冲了出来,这道身影,赫然便是蒋奥武。